三岁萌娃从天而降却被嫌弃 为了活下来走上了调皮捣蛋的道路 洛英又重生了三回 经历过荒唐而又短暂的粮食 一岁在孤儿院长大 四岁因为打架落下病根从此无法画画 十岁上初中经历校园暴力 十五岁因上不起高中辍学打工 十八岁过马路时被汽车撞碎二十米死亡 第二投胎还没到三岁就因为受不了大气层的挤压 成为一粒尘埃直接死亡 系统可怜他决定让他再活一次 但没想到这一世被种下了龙沙屎风 如果不解符合不过三年 因此系统决定帮他一死 制造情绪积分 累计二十万积分就能解开封印 之后放火烧山一个都没落下 火是我放的 我明天还放 勇敢又又不怕困难 却不我背了 因为要收集积分不得不出此下策 等积分凑够了 我一定会报答你了 又又的可爱每次都能化想了一遍 直到他遇见了个面具男 这人是谁 怎么长得跟鬼似的 虽然他有点洁癖还熏熏的 但又又的鼻涕泡总是控制不住 为此叶茨产生情绪波动 积分加十一 我相信再过不久 这二十万积分就会凑够了 但叶茨对又又还是很不错 每次都是分最好的给又又 虽然又又调皮倒大 但大家都知道又又从小没爹 没娘很可怜 这次我要化作小飞飞拯救你 女孩一出生就被人嫌弃 剑克是东省第一大帅哥 每次与女孩见面都是与面具试人 这天男人预测会有灰心降落人间 可没想到却会是一个女孩 女孩叫洛英又经历过荒唐而又短暂的两次投胎 十五岁英上不起高中辍学打工 十八岁过马路时被汽车撞飞二十米死亡 第二投胎还没到三岁 就因为受不了大气层的挤压 成为一粒尘埃直接死亡 系统可怜他决定让他再活一次 但没想到这一世被种下了龙沙时风 而这里的世界和以往不同 这里竟然还有火鸡 火鸡也叫凤凰 火鸡为了抢空中的地盘 每次都会以老鹰打架 如果这次没有人来救他的话 那边摔下去就要粉身碎果魂了 幸好白米开外一个面具男就坐在那里 刚刚摘下面具就有灰心坠落 灰心也称之为陨石 陨石能打造出坚硬不摧的剑 女孩的坠落引起爆炸 爆炸声以火焰如一股不可抵挡的去世袭了 男人抬起手轻轻一挥 便抵挡住了火焰的攻击 旁边固满雪花 在低温的气压下火焰瞬间扑溺 从这点可以看得出来男人的攻防 相传高手都是喜欢待在深山老林苦修 我们称之为以退江湖 而高手一般都不易面容现代世人 通常都是戴着面具 因为见过他脸的人都死 因为有男人的功力保住了女孩第三世的性命 当依靠那团火焰都足以把女孩活活烧死了 我是谁我在哪里 第三世转生本来是要被炸死 没想到被救了一命 宿主若婴幼 年龄三岁 属于封印状的 男人一把拎起女孩 还指望隐心能带点好东西 结果就这 喂喂 死了没 妈呀 这人是谁 怎么长得跟鬼似的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放开我 快放开我呀 没想到把别人衣服给抓破了 这下死定了 因为害怕在家上被悬挂着一下子脑 冲血晕过去 哼 这小萌娃说晕就晕 看着被撕破的衣服 面具男生气了 真是晦气 但面具男今后绝对想不到 又又会成为他不想离开的人 不是因为又又的调皮导弹 而是只有当又又在的时候才感受到活着的意义 而又又也对面具男有了亲密的 虽然他有点洁癖还轩松的 但又又的鼻涕泡总是控制不住 为此夜次产生情绪波动 积分加十一 这次我要化作小又又拯救你 你还见人就喊爸爸 并且叫的时候比猥琐大叔还要别扭 但他每次的调皮导弹都离不开被打屁皮的折磨 洛英又自从掉下来被吓晕后就一直睡到了现在 醒来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个巨大的码头上 又又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 每一匹剧情马上都坐着人 他们手握武器 身穿铠甲 有着所到之处是横遍野的铁骑支撑 最前方挑着一面黑色军旗意味着军队的象征 不是吧 难道我这一次刚重生就又要被活崽圣尖包了吗 将军这兔崽子心 女人的声音过于洪亮吓得又又阵阵发抖 马背上的女人叫燕福童 是夜军团副将 这废活量大的就跟喇叭一样洪亮太吓人了 忽然从铁骑中走出一匹漂亮无比的白马 男人叫夜子是这整个夜军的大将军 他戴着面具虽然可怕 但从外表下看他绝对是一个美男子 这人就是将军吗 我记得我还撕烂他的衣服 他不会还记得了 况且这整支军队都是他的 这不就是宋相门的大佬吗 爸爸抱抱 此话一出坐在上面的副将燕福童笑出了声 夜子幸好是有面具挡的 要不然也是一脸无语加问 这尴尬的气氛也就副统领敢笑一笑 其他人都表示无语壮了 为此就单单这一波操作下来 积分都蹭蹭蹭地往上挣 得想办法多弄点积分才行 下一秒燕福童解开悠悠的绳子 哎将军 你的女儿你自己带 又来了一句爸爸 爸爸抱抱 尾茨眼前这个孩子一定是个无赖 夜子狠狠地说了一句谁是你爸爸 突然系统提示夜子产生情绪波动 积分加十一 没想到这么好赚 悠悠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猥琐 爸爸 爸爸夜子产生情绪波动 持续积分加一 哈哈只要能获得积分 就算赚到 细细 夜子细地把他丢在马背 副统领再怎么说也是个女人 将军 他还小手下留情呀 这一下下打在悠悠的屁股上差点要吐息 哎呀妈呀好痛 这传闻竟然是真的将军杀人不眨眼还吃小孩 现在我算是真了解 现在难道要在我们大伙面前展现生吃轻生女儿吗 打完再领起幼幼 疼得幼幼想骂粗口 可惜幼幼才三岁只能用阿巴巴来形容他的愤怒 哼 你就这样吃傻地活着吧 哎呀妈呀完蛋了 我被他吓套了 我难道一辈子都只能阿巴巴的说话吗 欺负完又扔回给副统领 副统领本想查看一下幼幼身体有没有事 可下一秒却看到了这个 龙杀是封这也太恶毒了吧 女孩头颅被插入三根铁钉 算命的说他活不过三年 可他身体强迫得有点吓人 无论怎么摔都摔不死 欺负完后便扔回副统领 掀开衣服一看 身体还被打入了七根铁柱 这些穴位简称七穴 连在一起且毒死经脉 这孩子是被封印了 是谁这么狠毒 将你女儿丢弃在这北京战乱之地不说 竟然还将其七穴都封印着 等等好像这些钉子是将军打进去的 副将有点看不过去 将军难道是你 你怎么能这样折磨一个只有三岁的孩子 又又阿巴阿巴的不想说啥 将军上前一把包过孩子 掀开衣服一看 顿时画风转变 这是镇破钉 镇压的是七破 受七情之苦 断轮回转世 并且这东西脑袋上还有三颗 这三颗是封魂钉封了三魂 抹除血脉 又又这么一听完了完了 我头顶还有三颗封魂钉 封魂镇破钉又称龙杀屎风 制造材料极其珍贵 对付一个小孩 我是跟他有仇 还是我很闲 慢慢放下又又 你们都退下 下令休者 制造龙杀时风 至少需要斩杀一条龙 龙骨为钉 龙血为乙 龙魂镇压 杀一条龙就为了封印这样一个小屁孩 我不敢相信这小孩 到底有什么能力 非得这样应付 龙杀时风针对的 要么是神异血脉 要么就是血脉 小孩有点意思 我倒要看看这小崽子身上 究竟有什么秘密 因为将军一直盯着又又 使又又后背发凉 这家伙该不会是又要对我干嘛吧 先问问系统 我这东西得怎么解封先 龙杀时风的解除方法 需抽策二十万积分 我低个年呀 这龙杀时风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竟然要二十万积分 龙金做的 二十万积分 我得做多少刺激人的事才能攒够 也没别的法子了 能攒多少算多少吧 又又本想对着大将军撒娇 可没想到 一拉 又把将军的衣服给弄烂了 堂堂大将军衣服用料这么差吗 看着表现一脸可爱的又又不想动手 只是默默地在生气 而对又又的生气就会产生情绪波动 积分加十一 并且还在持续地增加 几乎都被刷屏 又又看着积分开心的一下子没控制好 就又撕开一个大洞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轻的一声把又又扔出了树民雨 这要是放在一般小孩身上应该是已经完蛋了 这后坐立能把后面的树全部都被干磨 呸呸呸 只要能赚到积分 怎么样都值 狗爬是甩头 这么一下又又可能没觉得什么 可惊呆了在一旁的副将和士兵们 这样都能 太不可思议了 哼 这孩子的体魄强度果然非比寻常 叶茨之所以这么用力是因为 他的轻语悬一 刀枪不入 毒火不清 可在他手上却能轻而易举的撕烂 小孩不简单 男人只是随手帮女孩拔出龙钉 举层的女孩鼻涕泡都出来 可拔出一根还有九根 如果当靠恶心和搞怪 别人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凑过二十万积分 现在是到中午饭时间了 又又坐在那里想了很久 费了半天 静也才获得三十五积分 离二十万积分还差好远 特别是那个叫叶茨的面具男 每次刷屏都只是加一 系统都检测不出她是什么情绪 而旁边这个叫艳夫同的女将比她好点 不过情绪波动也不大 不好攻略 其他人也是 顶破天也就多刷个三分 看来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 不过贡献情绪积分最多的编骨是哪位人凶啊 动不动就加五加六的 一直找不到他人 很有可能是在这附近 这时叶茨拿来一袋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一下子就到进去 原来是肉 馋得又又口水直流 这东西也太香了 原汁原味的肉呀 叶茨将军蹭一点在碗里 第一碗就给到又又 叶茨一开始对这个小孩不怎么感兴趣 现在发现他后背有龙沙石锋 后觉得小孩很有意思 而又又没想到的是 刚刚还摔他狗吃屎的叶茨将军竟然会主动给他 看来这个面具男虽然平时凶巴巴的 但是对我还不错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吃下去瞬间就不对劲了 妈呀 又玩我 好难吃 这个穿越好苦啊 茵茵 默默的在一旁吃完 军队不能浪费粮食 放下碗筷后 对了藏二十万积分太难了 不如先问问面具呢 点了点叶茨 然后阿巴阿巴的指向自己的嘴巴 叶茨一下子就明白 你想让我帮你解开龙沙石锋 又又拼命点头 阿巴 阿巴 你太聪明了 解不开 解开封印的条件苛刻 解开一颗镇破钉就要消耗十年寿命 Oh my God的女王我呢 阿巴阿巴 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又怎么会有人愿意用自己的寿命 帮我解开封印呢 我好伤心呀 两个条件都好难 难怪系统要二十万积分 这时叶茨伸出左手 放在悠悠后背轻轻用力 瞬间拔出一根龙丁 此时悠悠铜的鼻涕泡都出来 就这么拔了 不是说拔一根要十年寿命吗 怎么说拔就拔 面具男虽然不知丑美 还骂我用袖子甩舞 但却用十年寿命 帮我拔了一颗震破钉 呜呜 太感动了 本想给叶茨来一个大大的拥抱 可没想到却遭人嫌弃 突然系统提示叶茨表示嫌恶 积分加二 系统竟然突破了加一的极限 并且出现了明确的心理情绪 此时叶茨满脸嫌弃 可悠悠却露出了一脸的坏笑 嘿嘿 懂了这人有洁癖 女孩明明只有三岁 却被按在地上强行插入龙丁 明明刚才好不容易拔出来 疼得鼻涕泡都出来 现在又插回去 拔也疼 插也疼算 你还是杀了我 敢问这种随时能拔能插的大佬 谁见了不爱 一开始拔出来整个人是轻松带有幻想 面具难能解开一颗震破钉 看样子真的是抱到大腿 赶紧立马站起来讨好一下 哈哈 等我以后赚了钱 定给你买一件质量好的衣服 突然叶茨产生情绪波动 积分加一 没想到这样也能加一 叶茨严肃地问向小孩姓名 嘿嘿 我叫又又宝贝 哦耶 就算叶茨戴着面具 也能被又又的调皮捣蛋给挤压出表情 他好像不喜欢这个答案 那就 你也可以称呼我为又又大帝 此时叶茨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我给你最后一次结果 不开玩笑了 我叫洛英佑 那你今年多少岁了 嘿嘿人家现在只是一个三岁的小孩 什么 你才三岁 你这心态和这些举止动作可不像一个三岁的 你是不是在骗我 这时又又又开始作死 那爸爸你叫什么名字 叶茨一听产生情绪波动 积分加一 直接一巴掌把又又按在地上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再一次施法把龙丁打入又又体内 疼得又又阿巴阿巴的在地上打滚 哦阿巴阿巴 算了这个面具难不好惹 容易生气还打不过 这时前方来报 一匹快马从营地跑过 将军 前方突然出现两万敌军 又又一听 什么 两万敌军 完了完了 这次死定了 作为一匹马活的还不如一条狗 女孩只因拔了白马的头发就获得十积分 恰好这是大敌当前 报 前方突然冒出两万大军 叶茨丝毫不慌 我们即刻启程去包围他们 又又一听 难道是要也带我去吗 突然叶茨领起又又阿巴阿巴 再一次拔出又又后背的龙丁 拔完便猛地摔出去 你就先留在这里 看来叶茨已经没有把又又当成是一个三岁小孩来看待了 一下子就扔到了马背上 这后座里也就叶茨的马才能顶得住 叶茨坐上了一匹黑色战马 率兵出征即刻出发 一排排铁器紧跟齐后 把又又和叶茨的马留在了原地 什么 就这样走了 把我自己留在这里 你不带我我就哭给你看 这人在一旁的马无语的都写在了脸上 突然副统领跑了回来 黑飞我就说嘛 肯定是把我忘了 现在回来找我了 副将伸出左手 来来来快点过来抱着我 我就知道还是有人在意我的 直接越过又又看向又又身后的剑 拿过剑后着急的找转头就跑 等等我想问问 对面两万敌军 那你们有多少人 我们这有两千人 怎么了 什么 两千人 还怎么了 我们两千对两万这怎么打 谁包围谁啊 又又猛拍白马 未未你听到没有 他们不会算数 你快点带我去看看 他们是怎么一个人包围十个人的 白马一脸无语加问号 如果我要是会说话 我一定不会放过这次反驳的机会 白马转头就往城镇那边跑 未未未你跑偏了赶紧掉头 你跑慢点 我快被你甩出去 一把揪着白马的头发 一撤直接连根一起拔出来了 疼得白马两眼泛白立马停下来 而又又还在欣赏 她手上刚抓的白毛 好漂亮呀 突然系统提示边谷委屈积分加十 不是吧 原来贡献积分最高的边谷大哥是一匹马呀 是什么能让一个三岁女孩如此生气 让在一旁的马都觉得有点害怕 因为叶茨带着铁骑的离去 剩下又又一人和一匹马 为了寻找叶茨他们 边谷大哥在寒冬的雪地走了几个小时 又又也累得睡了好久 没办法边谷彻底累了 又又脸上满脸天 这并不是害羞 而是因为太冷的缘故 呼吸也一直冒着白烟 这里是哪里 边谷担心又又的安危也在后面跟着又又 一拐脚就撞肩类似铁块一样的大腿 此人看上去应该就是 叶茨他们去包围的两万大军了 哪里跑来的逃荒弹人 这人一看就知道不是中原人 太高大了 突然野蛮人一脚踢开又又 这力气比叶茨的力气还要大 砰的一下又击中了跟过来的边谷大哥 边谷大哥就这样成为了又又的肉店 Oh my god 我早知道就在原地吃草不跟过来 而又又被踢的这一脚疼的在地上打滚 边谷直接马娘积分加五 愤怒不已积分再加五 边谷气疯了再加五 当靠边谷大哥都加了快三十积分了 这榜一大哥拿定 又又咳嗽的两声补出了很多血 边谷站起来狗毛式甩头 又又也坐了起来 想想叶茨就算再怎么打 再次给我扎钉子都不会下这么重的手 而这人踢的这一下可比叶茨很多了 这回我是真生气了 边谷大哥感受到一股死亡的气息 从又又身体散发出来 动物的感知能力比人类强 边谷受到惊吓 积分加五 感受到恐惧积分加五 吓得炸毛了加五 又又这回气得脸都变形了 我要把他们撕碎 而在后面的榜一大哥 吓得四腿发软两眼翻白 看着远在镜头的野蛮部落 这回终于学会不扯边谷榜一大哥的毛了 学会拉绳子了 边谷大哥别爬 我们走 去干他们 女孩明明只有三岁 却透露出一股成年人的猥琐 为了去告诉刚刚踢他那一脚的蛮族人 又又选择带边谷大哥去报仇 又又小手轻轻点了点 边谷榜一大哥 你会别说话 不要让别人发现 边谷无语的眼睛都快塌房了 我要会说话也不至于一直这样被你欺负 趁现在赶紧跟我过去 边谷大哥知道那可是敌人的营地 一旦发现 我们就死了 可边谷大哥的力气根本顶不住又又的力气 就这样边谷大哥也含泪水的埋怨气氛加五 此时又又已经偷偷从背后溜进营地了 前面有很多人在看守 他们貌似一点也不担心别人会突击他们的营地一样 都在那里聊天 又又露出半个头观察一下四周 却无意间听到有蛮族大将的重要消息 将军果然英语 胡叶军那两千人和我们前方的两万人打完 必定伤亡惨重 到那时我们在城区而入 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便能大获全胜 要是能杀掉叶茨 更是大功一件 哎呀妈呀 完了完了他们想杀那个面具男 先问问系统 你知道如何干掉眼前的这支军队吗 干掉含料过蛮族部落众骑兵五千人 需要五万积分 不好意思你都不够五百积分别写 又又用十根手指头坐在那里算数 他们有五千人还是含辽国的重骑兵 解决他们需要五万积分 而我的积分远远不够 那么的又又不知要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把面具男杀了 等等对了黑黑 他们可都是重骑兵了 重骑兵就少不了马 而辽国的马风格和他们那边的一样喜欢卷发 又又拉着不到一米五的鞭谷大哥走上前去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别人国家的战马普遍都是两米高 编谷大哥再一次送上情绪积分 哈喽马呢 你们好了 但好像辽国的马很高容貌似不理又又一样 软得不行就直接来一米 又又一把上前抱住马腿 直接来一个后空翻一个不到一米的小孩 把一个两米的巨人给绊倒 中马砸得一声直接隔屁 这让在一旁的编谷大哥吓得目瞪狗呆 幸好我一直很听又又的马 编谷震惊加五积分 又又一把扯过中马的毛 编谷大哥给你个手持过来一下 见过又又的力气后 编谷榜一大哥变得跟小狗一样听话 老老实实趴在那里让又又爬上后背 又又点起小脚用刚弄断的马毛捆绑他们的四肢 但是没一下就被弄断了 对了我好像想起来 我记得有一匹马的毛是很结实 又又的邪魅一笑下的编谷大哥直冒冷汗 是什么让一个只有三岁女孩露出如此邪恶的表情 这让在一旁不敢出声的编谷大哥跑也不是寒也不是 突然系统也感受到又又的邪恶 消费一百积分 即可感受一件完成的快乐 高科技啊 还有一件完成的美式 又又跳起来小手一点果断抽取 恭喜宿主执行代替完成原题居的任务扣一百积分 剩下十七 开始托管模式 又又一听是托管心态直接炸裂 不是说一件完成吗 该死的你又骗我 又又就像失去控制一样手自己动了起来 坐在边谷的背上一个劲的拼命拔边谷大哥的毛 此时边谷大哥要是会说话 肯定会骂出天底下最难听的语言出来 拔完毛后自己腾空而起捆绑住了马腿 重复刚才的动作 边谷大哥以为站起来又又就够不着了 没想到又又竟然会飞 再一次重复绑住辽国的马 旁边的马也不叫 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又又保 看着边谷大哥痛苦流泪的样子 又又头一天感受到了无奈 一个又一个的就跟绑萝卜蔬菜一样 两个小时过后就剩下最后一匹系统托管就可以结束 又又此时累的已经站不起来的 终于剩下最后一匹 又又是怎么也没想到 系统会这么执着不绑完还停不下来 剩下最后一个 妈蛋的最后一个给你打住蝴蝶结 再一排排放好终于搞定了 又又累的擦擦脸上的汗水 哎呀妈呀 累死了 此时的又又两眼犯困 黑眼圈大的跟榴莲一样 沟通的一声直接躺在地上 此时又又很想再站起来 因为如果一直睡在这里肯定会被发现的 如果被辽国人知道是他绑的马腿肯定是死路一条 被拔得快要兔毛的边谷大哥 看了看在地上快要累死的又又 再一次送上情绪积分 灭死之所以扔给他 就是为了让边谷保护又又的人生安全 同时也要保护自己的安全 别被又又给玩死 边谷大哥叼起又又 作为一匹马针类 又得给又又做绑一大哥 又得给又又收尸 直接摔倒后背 砰的一声又又再一次抓紧边谷的毛 全剧最可怜非边谷大哥莫属 现在天色已经很晚 梁国的注意线都在对付叶茨的两千人身上 根本没有在乎后厨 已经被又又一锅端了 边谷大哥无声无息的安全跑出营地 又又再次让边谷大哥感受到了害怕 你不要过来 边谷大哥之所以如此害怕又又是因为 昨天反省又又拔他的毛 坐着拔不行还要瞳空飞天的吧 好不容易想救一下 可你连睡觉都不舍得放开边谷大哥的毛 这谁不害怕 又又因为昨天被系统脱管了之后 累得一塌糊涂睡到了现在才醒 睁开眼睛发现周围的环境很陌生 发现桌子上还放了一杯奶 嘿嘿这肯定是孝敬人 我就不客气 又又只是猜测没想到还真的是奶 可算有事的 一边喝着奶茶一边看着积分 不是吧 现在怎么突然累计十万多积分了 我看看这么多都是谁给的 骨感到委屈积分加五 边谷感到委屈积分加五 怎么都是委屈 哦下面还有恐惧加五 边谷小兄弟昨天表现不错 不过为什么同样是吗 只有边谷能提供积分 别的做起都不行了 等等发现新人物 好像都不认识他们 王二毛感到震惊积分加五 张小勇感到诧异积分加十五 怎么下面还有叶茨的 自从那一次过后 好像就再也没有见面过了 叶茨 这次都是戴着面具积分 一直都是加一 真是够口 奇怪他们怎么贡献了积分 又又喝着牛奶憋笑了一下 这真是肯定不简单 又又喝完一杯又一杯 当再次拿杯子时 真是奇怪我都到两碗 奶壶没有变清 这小童壶难道是个无底洞 我就不相信了 我喝我喝我喝喝喝 当又又再次放下杯子时 这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杯了 我实在是喝不动 又又隔得一声声音 如同放屁一样响 这小小的铁水壶 还真是个无底洞啊 太爽了 爱怎么边谷跟狗一样 趴在床边睡觉 马不都是站着睡觉了吗 这让又又觉得好奇怪 而且睡得好像比他还舒服 又又想起昨晚 要不是边谷大哥 自己可能就回不了 刚想去碰一下边谷大哥 没想到边谷大哥 以神一般的速度跳了起 这样子像是看到什么猛兽一样 背后了好几步 如果他会说话 肯定是在说你别过来求求 你别再把我的毛了 就这样子 人也掉到了地上 掉就掉吧 还掉到毛毯上 这可是最容易着火的物件 吓得边谷大哥在帐篷里上蹿下跳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又又最先开始打算用脚去摘 可火哪能是那么轻易踩灭的 现在火已经烧到房顶 又又立马揪着边谷的马武 快跑啊 啥马 虽然你突了一块 倒是不会丢下你 这一番话再加上被揪着尾巴 成功把五积分变成了十积分 救命 救命啊 里面着火啊 快来人灭火呀 这项极了火是我放的 我等一下还放 是什么让一个三岁女孩 头一天上山就要放火烧山的 又又的背部让叶茨都看不下去 原本还是一个很严肃的人 下一秒却露出一股嫌弃的表情 拖出去家法伺候 别让我再看到这个闯火惊了 其实烧房子的人是边谷大哥才对 但又又之前的所作所为 让边谷大哥不得不害怕 又又逃出来后也是满脸灰 还好逃得快要不然就成渣渣灰了 边谷大哥跟着又又受尽了折磨 先是被拔毛后是被火烧 这回不剃光头都不行了 突然看向外面的雪山异常的壮观 好漂亮 这山川河流也太好看了 原本又又的衣服就破就不堪 现在被火灼烧了一下就更加破 但又又好像不怎么去在乎 哪个女孩没有爱美之心呀 又又也太可怜了 但看到他俩火烧房子的时候 顿时觉得又又好像又没有那么可怜 只剩下了好笑 哦原来我们是在军营里面啊 难怪会有这么好的房子住 看着下面一排排搭好的建筑物 还有人专门负责送水果 而兵营其他地方都是住扎着黑铁骑 黑铁骑听着名字都能知道他有多厉害 顾名思义两千打两百 还有余力的难怪被称为飞铁骑 虽然又又投胎了三次 可还是第一次见过这种场面太壮观了 突然满脸都是灰土的又又发现了什么 一面走来几个大汉 微微跟我们走一趟 这一个个凶声恶煞的感觉让又又有点害怕 来到军营历室 眼前满脸无须的男人是副将有吴志 在那里抱怨本来小木屋就舍 我都没舍得住 现在倒好直接烧了一个 而另外一个笑嘻嘻的也是副将明周红 说是烧了一个但旁边连着的两个小屋外墙也熏飞了 好不容易北京的仗挡人了 也快过年了战士们都乐呵呵的等放假 坐在后面的副将李星远挠挠头 我还答应我手底下的战士们 谁杀敌最多赏给谁中 一个个你一嘴我一嘴的都在抱怨 将军你可不能把女儿养到军营呀 我们应该把他安排到京城去祸害他们才对 这时烟妇童姐姐终于开口 你们能不能闭嘴 没看到叶老大很烦躁吗 我没看见啊 叶将军天天戴着个鬼面具 我哪知道他烦不烦 而又又跪在边谷旁 看着系统一个一个的加着积分 有骨质感觉亏了800万积分加9 李星远痛心积分加8 还有一个周虹看系积分加5 原来这个细皮笑脸的 就是周虹看来我把房子烧了 他好像很开心呀 这时周虹好像也发现了又又在看着他 嘿嘿 这小屁还有点意思啊 相军啊 烧毁的小木屋是永久损失 在重新造出来之前 我们的将士们每路过一次就会心疼一次了 看着你心疼 那就有积分加又又 现在就跟看到了商机一样 这不就是积分有动机吗 叶茨先是严肃的问又又 洛英又 火真是你放的吗 其实叶茨这么一问是想给机会让又又解释说不 可又又看到积分内管你这些 火就是我放的 我明天还放 勇敢又又 不怕困难 却过我背了 又又这么一说气得叶茨差点把手抖掉了 我给你机会那不中用呢 副将一听气的抓狂要疯掉 旁边的周虹看得幸灾乐祸 副将李星远则是应该把他安排在京城 让皇上烦恼才对 又又看着积分一个个的加了的要跳起来 特别是鞭谷榜一大哥直接加了二十积分 要想冲积分还得靠边 又又看着积分傻笑 但别人可看不到积分 坐在上面的叶茨认为又又是不是傻掉 去去去赶紧带他去洗澡 别让我再看到这个闯活机 又又终于可以穿上新年衣服了 不过又又一眼就看出来这布料不简单 赶紧穿出去让大家看看 登登登登 但衣服好看还不行 还得洗一个香喷喷的热水澡才行 这两个今后就是又又的贴身侍女吧 一个叫东门一个叫吹雪 又又第一次被这么伺候别提有多舒服 这时吹雪不经意的问起 小将你 您是流落到寒辽国 然后被将军找回来的吗 嘿嘿 我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就是那种烹 砸在地上的 没想到这么回答 问东竟然加了十五积分 吹雪更高竟然加三十三 这些没有经历过训练的普通侍女攻略起来 竟然这么容易 等等 你们为什么都叫我小将你呢 军营里都传遍了 您是叶将军的女儿 叶将军是不叶军的主人 您当然就是小将女了 小将女必然是天资卓越 说不定就是不叶军的下一任主帅 说起来我们都是服侍过小将女的人了 又又表示呵呵 面具男竟然真的把我当女儿了 对了 小将女您叫什么名字啊 问东马上督促小手轻轻搓一下吹雪 主人的名字哪能随便问 没关系了 我叫洛英佑 你们也可以叫我又又 哈哈叶将军果然厉害 生了的 等等 洛 您怎么姓洛 吹雪很好奇 难道小将女是随母姓吗 又又就是在这等着呢 那懵懵你们叶将军是被绿了 此话一出两个侍女被玩坏了 惊讶的下巴差点掉下去 全部积分增加八十八 这一个人就顶外面那些人好几倍了 侍女赶忙转移话题 呵呵 小将女能被叶将军带回来 一定天资过人 对对对 我们以前是难民 表现好被将军收过来做侍女的 小将女这种一下子被认做女儿的 一定有过人之处 登登登登又又穿上新衣服 小脚一跳可爱的一塌糊涂 这应该不是给小孩子穿的布料吧 小将女眼光果然好 这是皇上赏赐给我们将军的布料 嘿嘿 我很喜欢那个面具 拿还算可以赶紧跑出去让大伙看看 怎么鞭谷也在这 好像一脸很享受一样 看这样子貌似也在等新衣服 又又直接上去一脚提醒鞭 别再幻想 你一匹马哪来的新衣服穿 鞭谷再一次贡献出了积分 又是你这个小坏蛋老是欺负我 嘿哦 我在一时听给你背了锅 你不打算谢谢我吗 什么还谢谢你 不是因为你我会吓成这样撞到火盆吗 又又是能感应到积分情绪的 我才不管 今天你得陪我出去逛街 鞭谷大哥疯狂点头 没的问题你说什么就什么 洗过澡的鞭谷大哥看起来就是不一样 这一次出去又又又要祸害多少人呢 是什么让一个牛屁冲天的萌娃 看起来如此好笑的 没错 今天我就是要以这种外表吸引众人的眼光 原本今天是想开开心心的出门 可没想到外面竟然这么晚 冬的鞭谷大哥在房间里瑟瑟发抖不敢出去 鞭谷表示冻将积分加五 嗨 真是拿你这匹傻马没办法 叫问冬拿来一匹布 给你穿得漂漂亮亮的这样就不会冻着了 鞭谷大哥没想到一向只知道 床货的又又今天会对他这么好 太感动了又送上一个积分 走榜一大哥 我们现在就去逛街亮瞎别人的眼睛 怎么傅将坐在门口他不冷 喂喂 燕将军你在想什么呢 游戏 原来是又又呀 你换了新衣服之后好像看起来格外好看了 你不是姓燕吗 福将军摸着又又的脑袋 具体原因不是一两句话能解释清楚的 总之你要叫我福将军 因为空气冷的原因随便这么一摸竟然产生了静电 此时又又的头发就跟爆炸头一样了 小将你是去找叶将军了吗 他现在应该在书房你要出去的话 你先过去他那边和他说一下吧 突然鞭谷不知为何产生了憋笑积分 这憋笑的样子怎么那么好笑 但当我们正脸看向又又时 确实被笑到了难怪鞭谷没憋住 来到叶茨这边 叶茨在看着地形不拘嘴上却一直念叨着洛英诱 因为他赶过去的时候看到千体马全部都被树立捆绑住了马 因为他觉得紧凭又又一人的力量 就控制了敌军营地的五千座起 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小崽子身上一定有秘密 突然又又探出爆炸头来 叶茨也是发现了又又但没有正脸去看他 又找我有事 他们都叫我小将你 我是吗 你想是就是不想是就不是 那这个军营安全吗 这里可是军营整个北优国最安全的地方 又又搓搓手指 那我能随处看看吗 去去去 如果你是来找我说废话的就赶紧走 又又一下子就心领神会 好嘞 走吧 编古兄没想到面具男这么好说话 不仅没生我气还允许我当小将你 这里就是军营生活区了 经过上次捆寒辽国的马匹和这次火灾积分已经到达了12万多 还差不到8万积分 要是这军营里的人每人都给我一个积分 不就够了吗 嘿嘿 近在支持啊兄弟们 贡献出你们的情绪吧 女孩头一回出来逛街就收到这么多礼物 又又得到将军的出门许可证后带着编古大哥去超市逛街 本是想依靠他刚烫的头发去引起众人的注意 可没想到还没开始就收到了编古大哥的积分 编古痛苦不已 编古内心骂娘 因为衣服的缘故差点把编古勒死 这里的城镇虽然不能跟京城有的异比 但这些慕用家具啥的还是很不错的 又又一来就大把人围绕着又又转 还没等又又开始调皮闯 那些村民就已经送上积分了 这是小将女吗 军营里的孩子们都被统一接去领州了 不是小将女还能是谁 小将你的发型好心潮 从来没见过呢 这难道就是失传已久凌乱的美吗 小将女若是不嫌弃 我烤个红薯给您吃 嘿嘿这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我本来是想过来捣蛋的 还没等又又笑完人刷的一下就不见了 又刷的一下排着队出现在又又的视野范围 没过几秒又又就满载而归 哈哈 原本是想过来捣乱赚积分的 没想到村民们的热情也能凑这么多积分 算了这次就先饶了你 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真有点怪不好意思的 你们都去忙到我就是过来转转 经过大街 虽然这里是北方可这里的铁匠吃喝样样俱全 对了这个挖地鸡难道是造兵器用的吗 不过也是 现在冬天水几乎都被冻僵了 只有把那些铁器放在冰块里面进行弄化 要不然就是埋在沙里进行固定 男之女庚也是这里的习俗 这时候造地鸡弄兵器该不会是要打仗了吧 我记得刚刚过去面具男房间的时候 他在看皇城地图 男怕该不会是要造反吧 此时面具男也放下他手中的活来到案发现场查看究竟 才短短两刻钟就烧成这样 而且鞭骨的毛发是普通火烧不着的 但这次却烧得全身焦黑了 奶壶也在这奶壶的水竟然被烧没了 这是有点蹊跷 这里面的牛奶喝一辈子都喝不完的 等等这里怎么会有永生 难怪木屋会烧成这样 昨夜发现鞭骨爆回悠悠时 福将军就过来这边说弄个火炭区呢 当时没有多想 就直接弄了永生火 这一切就说得通了 声音简半 可如今却被永生火烧的毛都没剩下一步 原来让小木屋烧成这样的罪隔祸手 竟是我自己 随后叶茨产生情绪波动突然加一 赶紧灭掉永生火 要不然这里的冰山都能给他烧融化 收到积分的又又也打过了 还以为系统出问题 没想到面具男真的在这 柔柔一下子就跑上前去抱住叶茨的大肚 窝窝 原来你真在这样 此时叶茨不想多说什么 但下一秒又又不怕死的又喊出罢了 喊得同时也就算了手上还带有静电 这次柔柔要完蛋 叶将军会不会像上次那样把柔柔摔个底朝天 或者再给他扎上龙钉呢 女孩腰补被插入十根铁钉 拔掉一根减十年寿命 十根就是一百年 不拔出来还能再活三年 全部拔出来明天就得死 可女孩却依然对生活很乐观 总是用些不一样的方式逗大家笑 今天好不容易穿新衣服打算正经一回 可没想到头发竟然自己带有静电 手越是摸静电就越多这妥妥的发电机啊 看向面具男好像没觉得有什么 可旁边的马屈笑和和不拢嘴 就连面具男生为编谷的主人 也是头一次看到他这么笑 笑我炸毛怎么了 你还没毛你 此话一次对编谷造成情绪暴击积分加99 现在就剩下面具男了 爸爸你嘞 我不是你爸爸 哦嘿嘿你那么不愿意当我爸爸 那就由我来当你爸爸 此事业辞杀了他的心都有 默默的也贡献出了情绪波动积分加一 现在又又已经获十二万三千积分了 再过不久二十万积分就凑够了 再接再厉刚把的 突然叶将军站起来还以为叶将军生气了 一把伸手摸过悠悠的后背 吓得悠悠神情大变 死变态你干吗 从悠悠口袋掏出龙丁 小娃你不简单呀 你还知道把这玩意儿留着 这眼神吓得悠悠赶忙捂住后背 叶茨微微一笑 哼 看把你吓得对我防备心这么重 谁知道你会不会再给我按回去 解开一颗镇破钉要消耗十年寿命 我是有多闲 才会再给你盯上 没想到解开镇破钉真的要消耗寿命 又又突然瞪大眼哭鼻子 等你老了我会对你好的 给你养老送中 什么跟什么呀 这消耗的又不是我的寿命 消耗的是你自己的寿命 那你不是把我白哭了 突然叶茨一把领起又又 跟我过来 拉开床铺 又又在叶茨的手上就跟个玩具一样 突然叶茨把又又按在嘴上 扒开后背全都是钉子 又又还以为叶茨要对他干什么 喊得比我家的老母猪还大声 老色P 你在干什么 放开劳子 信不信劳子一口唾沫 把你拼到大气层 喂喂 你有病的 你一个绿海胆谁感兴趣 我在看你的封印 一听到是看封印又又眼都亮了 非非好的爸爸 爸爸您快点帮我把剩下的钉子拔了吧 这越看越多 龙砂石叮当这钉子的制作过程就不简单了 想解开这龙砂石封有点难 毕竟这是世上最强大的封印 我也无能为力 这封印要是不解开 你最多只能再活三年 人为强行拔出你明天就得死 这回又又彻底害怕了 完了完了 怎么的都是死 当女孩拥有赛亚人的二级雷电形态 以及佩恩封印的龙砂石封撞到一起会变成什么样 佩恩和赛亚人的结合体形成了洛英又 又又在得知被打入龙丁最多只能活三年 可之前叶茨不是有帮她拔过一颗镇破丁吗 难道其他的就没有办法了 之前拔下来的那颗封印本来就是松动的 剩下的六处我都看过了根本拔不出来 又又听完整个头发都跟她的心情一样垂直了下来 靠 可惜封印还在根本看不出她是个什么怪物 正常情况下 被打入的镇破丁是不会松动的 除非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 比如有人帮你增强过体魄 又又瞬间提起精神 我知道 头发树立起来的感觉就跟赛亚人一样 下的叶茨也是第一次见 又贡献出了情绪波动积分加一 嘿嘿我只要像赛亚人一样 不断地增强体魄 其他六颗不就能一次松动然后取下来 嗯 理论上是可以 不过你还记得你你头顶上的那三颗风魂钉没有 那三根钉子会将你的血脉和资质抹出 你想修炼要比别人难上千倍万倍 这都是小事 勇敢又又不怕困难 一听到自己还有希望解开封印就更加起劲 叶茨站起来走到奶壶那边 嗨 龙沙是风指针对神魔 是世间最邪恶最强大的封印 要想解开 太难了 叶茨本来是要倒牛奶给又又喝安慰一下又又的 可下一秒 大伯 为什么这个铜壶里的奶取之不尽用之不解啊 叶茨瞬间气毛了 你叫我什么 突然觉得可怜你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你不是不让我喊你爸爸吗 此时叶茨生气的面具都要黑化掉了 那你也不应该叫大伯呀 没办法 叶茨又贡献出了情绪积分 那要不然叫你叶茨叔叔 对没错 这小女娃绝对不能给她一丁点阳光赶紧转移话题 这是介子空间 说白了也是封印的一种 这个壶可以永久存放液体 容量嘛 大概能够你喝十年 就是不知道你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 能不能活那也是我的事 来点你 喝完早点睡吧 我回去了 突然又又一把抓住要走的叶茨 你还没把镇破钉还给我 那能快点还我 此时画面不是静止状态 封印我的这钉子绝对是好东西 我才不会给别人呢 要一颗颗收集好采集 而这小崽子还挺聪明的 知道镇破钉是好东西得自己留着 他都这样伸手要了 不给他也说不过去 又又接过之后 希希说不定有了这东西 我还能在京城买套房呢 看着又又那张笑脸叶茨就不开心 叶茨再次产生情绪波动积分加一 早上起来 要是能再出去一趟 搞一波寒辽薄的士兵就好了 哈哈不过还有三年时间 哪怕我平均每天得到一个积分也来得及 光是面具男那边 时不时贡献的积分就够了 更别说动不动暴击的边 我们还是要对未来抱有希望的嘛 哈哈这是在挖地基吗 昨天就建在弄了 今天怎么还没弄好 再不快点就扣你工资哦 又又这回又闯破了 怎么说怎么说 你应该会原谅我 又又好不容易穿着新衣服出门 就撞见了另外一个满脸胡须的附近 小将女穿新衣服里 真不错 哈哈就像个大青萝卜 那你 又又这回算是彻底生气了 好不容易好看一回却被这么说 再看看编古那笑咪咪的表情 瞬间两个人一气呵成一起放声大笑 又又的小拳拳已经按耐不住 先退后两步 一致是要干嘛 有种不祥的预理 你们才像大青萝卜 你们全家都像大青萝卜 一拳轰啪的就打过去 砰的一下这要是打在普通人身上早就没了 因为力气过大又又连自己都没杀住 车一起掉入了水泥里 这把旁人看得目瞪口呆 不是把小将女力气这么大 连富将都被顶住 此时又又已经管不了那么多 砰砰砰的连续朝富将肚子踩去 铜的富将差点凸显 打完富将又又擦一下小脸蛋的泥土 让你欺负 啥 我欺负你吗 现在大火瓶瓶里 这到底是谁欺负谁啊 此时有虎智怀疑人生积分加久 来到议事大厅 叶老大 我不过是和小将女开了的玩笑 就被她搞成这样 你看看她 身体湿答答的没有手去挤 此时叶茨看到又又这样倍感无奈 我就知道她哪怕一天不闯祸都不行 叶茨再一次默默地贡献出积分 瞬间转移到了又又的面前 这速度下的又又一大天 这是人该有的速度吗 此时编谷大哥和又又都不敢说话 可内心里都是在想是她先动的手 不关我的事 可叶茨才不想问这些 直接把这两个闯祸精打包扔出去 编谷最重编谷先落地 紧接着是又又沉重的一击 这一下让编谷大哥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冲击 编谷内心崩溃 积分加99 编谷怀疑人生积分加99 我的天这一下子就赚了198积分 现在再加上叶茨的 已经200积分了 这么一说今天好像还赚到了 能把30岁的大叔气到炸毛的还得是又又 又又闯祸之后 原本想在叶茨那边卖萌撒娇求原谅的 可换来的却是嫌弃 赶紧跳下来 要不然编谷就要被我给压死 突然有骨质也被扔了出来 又又赶紧躲开这身板钥匙被砸到我可受不了 抗血一下坐到了边谷身上 差点把边谷的事给压出来 此时副将跌入谷底积分加9 边谷才是最惨的 他45度角仰望天空仿佛看死神在向他招手 积分暴击加99 副将转头看向又又本想说什么 可没想到却被又又提前恶搞了一步 略略略这就是告状的后果 跟个三岁小孩一样那么喜欢到处告状 这时经常喜欢看戏的副将走了过来 瞧一个傻子跟小孩计较难怪叶将军把你当小孩一样扔出来 又又回到房间再一次重复之前的泡澡意识 边谷也重新洗一次澡 这一身你在身上不知道有多难受 要是感冒可就糟糕了 那个尤将军也真是的 不管怎么说也不能怪我们小将军 就是就是 我明明只是个三岁小孩却要跟我计较 况且分明是由虎制先动的手 嗯 对对 都是尤将军的错 问东力挺宿主积分加9 吹雪极力赞同积分加9 没想到这俩人现在是自己的脑残粉 你们真棒 对了 小将女今天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奴去给您去做一碗红烧肉吧 又又一听是红烧肉眼睛都在冒星光口水流了一滴 又又赶紧洗好 穿好类似同款的新衣服拿着刀具提前坐那里等开发 来来来 小将女这是奴第一次做您快尝尝看 这看向一看就不错一定是好东西 黑黑穿越还没几天就收到了这种待遇 这可是神仙级别的待遇 我就不客气了 突然又又的头发消色下去 我早就应该想到了 这个破地方就不可能有好吃的 吹雪滴下头若小将女觉得好吃锅里还有很多 又又瞬间炸毛了 不是吧还有 不行不行不能在别人面前吐出来 这是对做菜人的不了 又又刷的一下赶紧跑出去 小将女你头发还没全干 外面天寒地冻的快回来 小将女 好歹吃了午饭再出去玩了 又又拉着鞭骨大哥 不了不了 我现在还不饿 我想起今天母鸡要下当我得去安慰安慰她 男人背后闻了一身的图腾 图腾象征的是部落 可现在这种以图腾相认的方式已经不多了 刚偷跑出来的又又一来就看到了这一幕 我怎么来到训练营了 这里可没啥好玩的 这是看到副将在训练士兵 心理治疗也是一种训练 我知道你们在担心什么 从未有过哪个军团收编刘明 刘明向来没有地位都是被人驱赶 骑士甚至随意处死 听到这句话难民们就更加害怕 这也让又又在一旁担心了起 这些人真的能从军面 你们不自信 害怕面对生活 也丧失了对力量的追求 只想当个混吃等死的屈丑 但是刘明怎么了 刘明就活该等死被驱赶 被屠杀被流放吗 难道你们忘了 你们曾经也有自己的家乡和信仰 我也是出身刘明 不仅是我 不业军80%的战士都是刘明里挑出来的 甚至令全北京都闻风丧胆的不业军重骑兵 一半以上的成员都是来自不同部落的刘明 不信你们去问问 那些正在训练的战士们 那些为了整个北游战斗的勇士们 他们的身上是否留着跟你们一样的血 那些都曾是刘明 和大家一样 可现在个个都是身经百战的铁骑 都有着以一敌石的能力 这种就算是在外面随随便便都是个将军的存在 可我们这里只接受强者 坐在地上玩耍的又又听到这句话 原来这么多战士曾经都是流民 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练成现在这样 难怪他们的积分会那么少 这时副将脱下衣服 我让你们看一个东西你们就都明白 看到我身后的图腾了没有 想必大家都认识这是一种部落的图腾 而我的部落在几年前早就被毁了 可部落的后人永在 听到这句话难民们的内心终于坚定了 对 部落不在 但后人永在 副将的这一波操作把又又给看哭了 这也太有心了吧 好感动 我是五年前被叶茨大将军收入麾下的 我花了五年时间从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废物 一路摸爬滚打成为不叶军骑射统领 机身不叶军三大猛将之一 我能做到你们为什么不猛 所以各位就安心训练吧 其实这些台词之所以说的那么好 是因为这些台词已经说过好几百遍了 但效果依然很有效 又又本想偷偷跟着副将刷一波积分的 可是看到副将掉了个纸条 这该不会是小超吧 马上去捡起来看看是什么东西 咦 还真给我猜对了 这就是小超跟李将军刚刚说的话一模一样 这是一只小手从后背轻轻点了一下 趴在地上的又又 东郭义兴奋不以积分加酒 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呀 你父母是谁呀 这人就是刚刚送积分的东郭义 她无端端的兴奋 女孩后背插入十根铁钉 最多再活三年 她的身体却非常强悍 就连成年人都不是她的对手 又又跳起来就是打你膝盖 原本东郭义这个名字一听就觉得不是什么好东西 还故意问 又又叫什么名字父母是谁 这不就是拐卖小孩的钱账吗 小姑娘怎么不说话呀 呃 你问这些想干嘛 我叫什么名字关你屁事 此话一出东郭义内心脑火积分加二十 这笔编古大哥加的积分还要多 小妹妹你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你乱跑到这里 要是被这些坏叔叔抓到了会把你吃掉 什么坏叔叔 这人是在说不叶军的那些军官是坏人吗 他怎么可以这样想 这人一定有问题 突然他又说 这里很危险周围这些可都不是好 又又擦擦鼻涕 这人到底想干嘛 怎么这么乏而且还说叶辞的部队是坏人 看来他不简单 突然哈羞的一声鼻涕一下去喷了出来 直接粘在了东郭义的衣服上 你好像我的手也有鼻涕 我的衣服太贵了 接你的衣服来擦擦 擦完小手下一秒 又又变得特别乖巧 你真的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此时东郭义露火滔天积分加99 黑黑干得漂亮 就是要这种感觉 此时东郭义感觉要黑化了一样 对啊我当然想知道你叫什么 并且我还想要吃掉你 要不你跟我走 我给你买糖吃 买到糖就把名字告诉叔叔好不好 幸好又又有情绪积分系统 现在系统已经告诉了又又东郭义 按起杀血积分加33了 忽然东郭义手上冒出黑色烈火 算了我现在就将你偷偷杀死 谁也不会发现 此时又又惊讶的也冒出了电力 这是要变身的节奏呀 这人和面具男一样都是有修为的人 东郭义的手被又又的垫给挡住了 瞬间被弹开树米远 既然你要对我动手 那你就尝尝我的袖袖铁拳吧 没办法又又也才三岁 勉勉强强只能打到东郭义的心 东郭义疼的肋骨直接裂开 疼得在地上翻滚叫妈妈 不是吧 他明明是个小不点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力气 长官救命啊 他想杀我 还有没有天理了 东郭义这么一吼引来了很多人的目光 这时带头的将领走不过来 你又怎么了 怎么天天都是你惹事 东郭义指着又又就是一顿骂 你们不业军不是军规最为森严 号称最公平的军团骂 可为什么小将女对我打骂甚至想杀我 你们却视而不见 小将女就可以高人一等 就可以随便杀人骂 凭什么 从这一点又又可以确定她是故意这样 然后让其他人觉得夜将是坏坏的地方 真是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她先对我起了杀陷 东郭义一边用手指着又又一边骂 小将女其实就是夜词在外面捡来的野种 欧买达的这回又又算是彻底生气了 你全就轰趴过去 你全家才是小野种 这让旁边的人都跑过来看热闹 怎么回事 这怎么打起来了 重点是小将女竟然能把一个成年人按在地上 又又没有章法地挥舞着拳头 这一下八十一下八十的谁受得了 要是普通人早死 旁人一边看积分一边涨 他们都是没有经过训练的人积分都是加酒 趁现在多搞点 打完收工 谢谢各位老铁的支持 下次我再给你们表演个后空翻 这时副将赶了过来 小将女快别闹 哟 周红 他来干嘛 叶将军让我叫你过去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闯祸 貌似他现在特别生气 又又这回是真生气了 看我两个国际手势比胜 刚打完东郭义就被面具男喊过来大厅心事问罪 我其实也没怎么懂 你要相信我 我只有三岁哪里来的那么短的力气 都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 但又又这些话别人会相信的 你是三岁没有错 可你的力气能打死一头牛 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他不是被你打 小将女你为什么无缘无故要打他 我只是年龄小了点 但我可不舍 是他先骂我小野种了 此时有点发火的叶刺 好像又没那么走 你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要言语重伤小将女 小人名叫李新良 今年二十岁 周红很是惊讶 你刚刚说你叫什么 哪个新哪个梁 来自哪个部落 爱新的新 国家栋梁的梁 我五岁就跟家人走散了 不知道是什么部落 那你 这人在说谎话 系统上明明说他叫东坤 系统不会出错的 哈哈快去喊李新远回来 他弟弟找到了 什么 他是李将军的弟弟 但俩人看上去不像 周红拼命点头 是的是的 名字 年纪 几岁走丢的这些信息都对上了 错过了 李新远可是找了他弟弟好多年 这下 终于找到了 又又在一旁就更加慌了 而这个假冒的还在那里哭泣 又又偷偷瞄了一眼叶子 砸面具难看到这种事情 你会如此淡定 先不管他了 我还有系统帮忙 系统东郭义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执行查询东郭义身份 情报已需抽取一万积分 情报而需抽取五百积分 请选 我低个蓝丸低天空 我一共才存了十二万五千积分 你一个情报开口就要一万 过分了 爱选不选 系的又又想骂人 还是选二吧 知道他的大概应该也可以 登登登登 东郭义是系组 也就是奸细的意思 嘿嘿又又这回就知道的大概 现在越看着东郭义就越来气 早知道刚才多打几下就好 不行我得压制住 我内心的怒火压制住 我是小孩我不怕 他根本就不是李将军的弟弟 他也不叫什么李新娘 他的真实姓名是东郭义 身份是一名戏族 此时东郭义手在冒汗 而副将也赶忙松开他的手 副将也赶忙扑通的跪倒在地 全身都在微微颤抖地看着幼幼 早知道刚刚就应该出全力杀死这个小将 东郭义不可置信积分加九十九 东郭义恐惧万分积分加九十九 你又在血口喷人 你对我顿手还想杀我 现在又污蔑了 你简直是魔鬼 等一下我哥李新远绝对不会放问 我是小孩 我说不了那么多大道 反正叶茨叔叔 你是信他还是信 此时叶茨产生情绪波动积分加一 既然你说他是戏作 那你杀一个给我看 面具男之所以这样也是因为有所怀疑 因为修炼之人都是能感应到对方的 现在就用幼幼的手来解开这道面纱 该死的面具男 我可是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三岁小孩 你让我来 是谁又把我们家幼幼给弄哭的 当自知面前这个人是奸细后 就一口咬定他说我 为了证明面具男竟然扔出一把刀证明给他 原本以为只是玩笑话 没想到一步一步的逼着又又去 又又虽然活了三十 连活着的鸡鸭都没杀过 更别说杀人了 说别人是戏作的时候阵阵有词 让你证明给我看去 难道你在说谎 又又握紧拳头我没有说谎 是吗 那就杀了这个戏作让我看看 我们不夜君不留说谎的人 你要是说了谎就要付出代价 而又又想要证明 那就只有冒险一事了 又又拔起地上的刀 此时站在那里的副将都觉得有点心慌了 东国义也开始有点心虚害怕 叶将军 我不是戏作 我真的就叫李新良是李新远的弟弟 我何时他亲弟弟 你等我哥过来等他来跟我相认 我可以证明的 可坐在上面的叶茨 根本不想听他废话落音又还不赶紧动手 在叶茨的命运下 又又拿着刀微微颤抖地转过身 东国义再也按捺不住了 是你们逼我 一团火焰覆盖在东国义手上 又又被吓得差点没拿稳 而坐在上面的叶茨 就是在等这一瞬间 沐通的一下直接把东国义按在地上 轻轻推一下又又 又又也一把插向东国义 血剑飞了一地 又又愣住了 因为他杀人了 这么大头一回杀人 虽然伤口不深 但足以伤他性命 又又沉默地站在原地冷静不下 突然看向面具男想看看他怎么说 可面具男似乎很冷淡 再加上有面具的加持 把眼前杀人的这个事 看得就跟切菜黄瓜一样 人也杀了那就把刀还给我 你一天要换几套衣服 又又看向自己的衣服 等等这是应该考虑衣服的时候吗 我刚刚可是杀了人 但你可别忘了 这里可是军营杀人就是家常便饭 只是又又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就这样又又没有带上边 独自一人走出去 这个冰冷的世界太可怕 我明明只是个三岁小孩 却要我做这种事 又又第一次委屈地 坐在那里委屈地哭泣 这时听到远处传来奇怪的声音 人在哪 靠 我找好几个小时了 找不到啊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被老大知道肯定要放 等等他们好像不是夜君的人 原以为杀了李星远的弟弟 他会很生气 可去说瞎胡闹什么 我哪有什么弟弟 原本还在自责的又又 瞬间龙马精神了起来 这不是李星远吗 完了完了 他一定是在为了杀他弟弟的事 过来寻仇的 可李星远呢在乎这些 他只在乎今天早上演讲的那段话 要是被别人捡到了 他这一辈子的威严就烟消云散了 一定得找到才行 这时又又拿着早上捡到的纸条上 交给傅将 你是不是在找这个 傅将低头一看 就在一瞬间一气呵成立马拿回去 不慌不慌 我先看看是不是那一张 没错 确实是那一张 这下我就放心了 马上火花掉 幸好是被又又给捡到的 要不然就惨 三岁吗 他还不识字 画风瞬间转变 马上低头哈哈大笑 小将你好巧 你晚饭吃了吗 这么晚还出来散步呀 你怎么没带上边骨雷 又又比划着刚刚那张纸条 刚刚的东西勒刷的一下就不见了 你有看到去哪里了 可可你说的什么字条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那只是茅房的厕纸来着 三岁小孩那随便忽悠一下就好了 问题不到 那什么 好像周将军在找我 也不知道什么事 我去看看这一天天的 没我在身边啥也做不了 对了应该是问你弟弟的事情 啥我弟弟的事情 我还有个弟弟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失散多年的弟弟李新良呀 又竟然还有个弟弟 李将军赶忙撒腿玩营地跑去 哈哈哈哈 看来是真有情况 我要赶紧去看看热闹 这让只有三岁的幼幼无地自容 啥呀 李新远根本就没有弟弟 觉得他们这是在我面前唱双簧吗 欺负我是三岁小孩吗 在营地这边 周红还在为刚刚的事笑得合不拢嘴 哈哈 老大折子上写的就是今天这事的全部经过 周红一边说着一边捡起掉在地上的东西 嗯 还真是东宫世家的招诡仪 说起来小将你怎么知道那人是奸细的 而且还爆出了姓名真是什么 不会是您提前跟他说的吧 这种军事经历的东西我怎么会说 并且我认为他身上的秘密比我的真实面目还神秘 我寻思着这小姑娘来路不明 但我没想到他身上奇怪的地方这么多 最特别是他那个雷电这是正常人该拥有的吗 最让我不解的是一个三岁小孩 竟然把一个拥有异能的人打到面容全非 叶茨看过手上的资料后一把扔到火盆里 她的是你别问了 我知道的也没你多 嘿嘿那好 我不问他了 不过他这么贫 你又对他这么关注 是不是因为他跟您小时候很像 我靠 周红你是不是八卦嘴啊 这你又是听谁说的 张瘸子说的呗 他说您小时候七岁徒手披衫 十岁夜闯皇宫 老张怎么连这些都告诉你了 嘿嘿没办法我俩关系好呗 此时叶茨面具黑的给煤炭一样 我的事你还是少打听 行行行我错了您老别生气 那咱们还是聊聊小将女吧 她今天的表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女副将也觉得对 小将女三岁就能有如此心性和魄力 真不愧是老大生出来的仔 什么叫我生的 都说了八百遍了 她是从天上扑通掉下来的好不好 哦对对对 张瘸子还说您也是从天上掉下来 此时叶茨来一个死亡凝视 吓得周虹赶忙白首 我不说了不说了 您的是我以后都不说了 管她是哪来的呢 她长得好看当童养西叶成 得了吧 养在军营里整天惹是生非 她也太能造了 我没觉得 小将女只是事故体质而已 更何况她才三岁 调皮一点怎么了 你还帮她说话 别到时候被她卖了还帮忙数钱 那崽子鬼惊得很 此时叶茨开口了 将来我想让她当这个不业军的主帅 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啥 你都说出来了我们哪敢有意见 我们只能是满脸加问号给你看 又又换上绿色的新衣服 还是那么好看 可你好看就好看 被你猜我的头干什么我恨 当又又得知李星良没有弟弟 时决定带着满是血液回家一趟 一回家就遇到吹雪和东梅 小将女你怎么一身血 吹雪担心的马上上前安慰 小将女你是受伤了吗 哪里受伤了 要不要紧 这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你 其实我也没有受伤了 我只是捅了一个蚊子我而已 啥 此话一出吹雪和东梅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你听懂了吗 没听懂吹雪都没再一次贡献出情绪积分加33 算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只要小将女没有受伤就好 来我们带小将女去洗个热水澡吧 换上干净的衣服 好好再睡一觉吧 又又洗完澡穿上新衣服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好几集没有出现的鞭谷也睡在了又又的身边 鞭谷想着她能有一日脱离这里欢快的奔跑 奔跑是动物最简单的欲望 突然又又像是被鞭谷的美梦吵醒一样 一脚踩在鞭谷大哥的背上 原本奔跑的画面变成了泰山鸭的 表情难受的跟吃了大便一样 又又起来的第一件事先到一杯牛奶润润喉 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太美味了 吃饱喝足在踩着鞭谷大哥的身体上床睡觉 此时鞭谷大哥终于被惊醒了 看着又又在吃着小手不忍心去打扰他 鞭谷大哥再一次偷偷抹眼泪 委屈积分加11 愤怒积分加33 第二天清晨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福将军早早的就提前来找又又 小将女呢 小将你还在睡呢 福将军 您这是一夜没睡吗 是有什么事吗 要不您先回去休息 等小将女醒了我们通知您 福将摆了摆手无碍无碍 我就在这儿等他睡醒就行 此时又又好像听到外面有什么动静 立马睁开眼睛 好像是福将军的声音他来找我干嘛 非要在这儿等我睡醒难道有什么急事 赶紧起床出去看看 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再一次踩到鞭谷大哥的头 葳葳傻马别睡了 起来干活了 此时鞭谷愤怒的只能送积分也不知道要干嘛 真是可恶呀 作为一匹马我也是有尊严的好不好 又又顶着乱糟糟的头发跑到门口 你找我干啥 哈哈小将女起床了呀 刚想和又又说来着 就被从后面跳出来的周红给打断了 又又又 这不是巧了吗 小将女刚刚起床我就刚到 副将赶忙抱起又又 小将女今天末将将您修炼吧 修炼之前应该先学理论 学清楚了才能开始 否则经脉紊乱走火入魔了怎么办 周红赶忙串到前面 所以啊小将女今天还是跟我走吧 你才最应该走开才对 小将女身上一定不好用 你猜我台那我也不由着你 你的理论好用 把自己练成金刚八 小将女跟着你学还不得完蛋 放屁 简直一派胡言 我这是力量的象征 你懂个屁 两人为了争抢又又差点要打起来 弄得在一旁的又又显得非常尴尬 这俩人怎么回事 怎么争着抢着想教我修炼了 突然叶茨从后面走了出来 你们都退下又又我亲自教她 女孩为了展现威武霸气的一面 决定输一个菠萝头 但这些在面具男眼里 似乎也就那么一回事 直接像零七小猫咪一样拎起来 你赶紧回去把头发弄好来我书房 我等一下教你学武 不是吧 我才只有三岁就要开始学武术了吗 原本还想要当又又第一人老师的副将们 也只好各自调侃对方 又又又听说某些人一晚没睡 现在好了把你没戏了 真是可恶呀 你别逼我拔刀 你诚心来看我笑话的事吧 我今天非要攒了你不可 嘿嘿就你个大庄女孩想追我轻功水上飘 累累累气着了吧 这样站在一旁的又又不知所措 这俩人还副将军呢 整得比我还幼稚 又又梳完头发后来到面具男叶茨的书房 以前也不是没来过 但总感觉这一次和以往不一样 又总感觉说不上来是什么原因 对了他该不会是要造反吧 这时叶茨推开房门又又你来了呀 又又唯唯诺诺的先对面具男打声招呼 嗨 这笑容再加上这发型和衣服的颜色 怎么那么像个波罗 这是我的错觉吗 算了不管他了 直接一把拎起又又 就跟拎小猫咪一样 你个小不点老是整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又又就跟别人不要的背包一样 说拎就拎说放就放 这满面墙都是皇宫的图 只好壮观呀 等等 我还没考虑好要不要造反呢 你再让我考虑考虑呗 谁说我要造反了 你自己看吗 书房里贴着这么详细的皇城地图 刘明不是在打造兵器 就是在挖地基 除了造反用还能干什么用 你太小看我了 人类的君主我怎么能看得上 哼 你了不起 你清高 造了反却不想当皇帝 我不相信 管你信不信 竟然进来的想跑没那么容易 小不点你给我做好了 从现在开始 我会亲自教你修炼兵爪和杀人 对了 还有你的衣食住行 这些通通都得经过我的同意才可 那你为啥要教我这些 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原因的 对现在的你来说 修炼没有坏处只有好处不是吗 好像这么一天也对 一旦开始修炼增强了体魄 我身上的封印就能加速解开 虽然现在有系统帮忙 但也不能百分之百保证三年内 帮我解开封印 原本还在发呆的幼幼夜词 立马凑上前去 你的灵魂应该不止三岁吧 快点说说你这是第几时投胎 我不要觉得我三岁就那么好欺负 我也是有尊严的 可面具男怎么可能会听你的 老实说你的灵魂已经是多少岁 这话下的幼幼意识之间无法接上去 他是怎么能一口咬定我的灵魂 不止是三岁来 难道是因为我不哭不到 表现得太成熟所以才导致 也有这个可能 不行我豁出去 只要是现代人都能对上的暗号 宫廷玉叶酒 未未 道你 哟 想不到小小年纪你还会做事 不过这动物问你的话有什么关系 好吧宫廷玉叶酒 把酒喝一杯 他对不上暗号 可以确定他不是老乡来着 那他会是个什么东西 突然面具男把手慢慢接触幼幼 幼幼身体立马产生静病 你看到了没 风魂钉也开始松动了 就连你的血脉资质隐隐 也有祸体而出的迹象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 但我可以肯定你的灵魂 与实际年龄不符 这种几乎不可能的事都能被你遇上 那你知不知道我是属于什么血脉和资质呢 炼具男 再一次用手触碰一下幼幼的额头 这不是很明显 雷霆 幼幼体内的雷电会让头发竖立起 所以赶忙用手按住头发 你等一下再往我到现在都还没明白过来 我要是从现在开始修炼三年之内 就一定能解开我的封印了 这三年是一个道卡 有可能会解开 但我觉得很难 这封印之所以叫做龙杀 十分顾名思义 它封印条件是斩杀一条龙 你自己想想一条龙压在你身上 你还怎么能抬起头正常生活和修炼 接下来这几年 我会尽我可能的帮你解开背上的镇破钉 但能解开几颗我说不好 毕竟我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玩意 你还记得你后脑勺的那三颗钉子吗 那个虽然也叫龙杀十分 但是它会更强一点 也叫疯魂钉 它是封印你的灵魂用的 这是我也帮不了你 不过你可以进行后梦 专注等方式强大命魂 说不定会有用 但这只是我的推测 这东西并没有人真正尝试 话刚一说完立马领起幼幼 不过我们事先说好 我帮了你 你也要帮我 行行行 没问题 你要我做什么你直说吧 别老是一惊一乍把我领起来 我可不喜欢这种飞天遁地的感觉 放下幼幼后 嗨嗨 我的时日也不多了 希望你乖一点少惹事就OK了 这面具难得话语 怎么那么萧条 该不会它要死 说不定它会死得比我还快 突然叶茨从外面抱进来一口大缸 这东西没有千斤重 也得有百斤重吧 他一人说搬就给搬进来 叶茨看着瘦瘦的 他的力气有这么大 幼幼你现在还有其他想要问的吗 幼幼疯狂摇头不用了 你只要不再拎起我就可以 那好面具男刚答应的那好 是针对幼幼没有其他问题的恢复 并没有针对不能被拎的恢复 既然没问题了 那就准备催体 幼拿我当猫咪碗 可恶呀 不是说好的不拎吗 催体又是个什么东西 这回幼幼是真的要炸毛了 喝一盆不够 竟然还要再来一盆 你这是来给我免费蓄杯吗 幼幼看着满是大缸的水 一开始以为是泡澡用的 还没觉得有什么 但看向叶茨的那一瞬间 仿佛看到了地狱使者一般损起着 我的天呀 真的要这样对付我一个 只有三岁的小孩 这几样化学物品 你还敢说你不是现代人 说不定还是个未来人 叶茨一瓶又一瓶 咕噜咕噜地往大盆里面倒 原本清凉的水 竟然无缘无故冒起了泡沫 你呀的你这是想毒死我 好不容易倒完最后一杯药酒 然后又不知道 从哪里掏出来的水晶索猛地往里倒 最后直接上火焰道具 这火焰竟然是直接扔在大盆里面 火焰在药酒的调和下变成了蓝色 这滚烫的味道 我要是下去泡澡岂不是要被化过 喂喂 又又你愣着干嘛 现在我们开始吧 又又看着眼前的这个东西 脸黑的就跟玉米花一样 面具男该不会是在坑我的吧 又又一边看着药酒一边解开衣服 忽然叶茨喊住了又又 你在干什么 你干嘛脱衣服 额脆体不是进去泡澡吗 泡澡不是应该脱衣服吗 谁说泡澡的 这东西是喝的 又又一听瞬间炸毛了 我喜都觉得恶心了 你还叫我喝 又又此时的阴影面积 比这口大缸还要大 你确定我能喝下去吗 它大了不止三倍都有 叶茨不给又又思考的机会 直接抬起让又又张开嘴巴 就是往里头 此时又又的脸肿的跟气球一样 想说我实在喝不下 可叶茨似乎不打算 给又又解释的机会 脸黑得跟个坏人一样 这脆体的作用是增强体魄 手段蛮横霸的 一般修炼之人 到了后期才会去做的事 但你被封印这种情况 属于比较特殊的 只能用霸道反气霸道 这是我最新研究出来的方法之道 先强行把体魄增强 然后再让封印松动 封印松动那一切都好说了 后面再加以修炼 拔出一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此时又又脸都成大胖子 你说什么就什么 反正早死晚死都在一面之间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 我怎么可能会害你 普通人承受脆体身体 会受不了直接炸掉 但经过我多次对你摔倒 殴打来看 你和其他人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炸掉 什么 什么叫应该不会炸掉 你压得我算是听出来 你是在拿我的命在做实验 但人在屋檐下 我也没办法 此时又又肚子已经大得 比那口大刚还要大 OK一切搞定收工 把大刚放下后 叶茨问像已经砸了毛的又又 你现在体内有什么感觉 又又摸了摸肚子 感觉什么都没有一样 刚刚的撑进好像也没有 哦我明白了应该是药剂还没到位 再来一盆怎么样 什么叫再来一盆怎么样 喝水比赛都有的休息好不好 又又在一天内被喂成一个大胖子 是一种什么感受 原始喝一缸的时候就已经有点炸毛了 可叶茨却认为还没有把肚子撑爆 那就不算喝不下 于是她就开始拼命增加药剂 增加就算了还一边嘴上说着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这话听起来怎么那么耳熟 趁最体验还没调好 我给你介绍点修炼常识 你好好记一下 这些东西都是要背的 对你以后的帮助很重要 又又拿起纸盒笔 嗯你说吧 这个世界分为四大类 天舞镜 玄舞镜 地舞镜 黄舞镜等级从高到低 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基础 修为境界分类 你别看我现在给你弄的这些药 这可是得达到一定修炼期才能喝的东西 但普通人从舞炼期步入修饰的过程很艰难 所以哪怕是全民舞炼的时代 真正能到黄舞镜的人也不多 哦原来这么艰难呀 那你一上来就给我喝 看来真是要搞死我的节奏了 在那嘀咕什么呢 我说那么快你能不能记得住 又又竖起大拇指没问题 不会小孩竖写罚你继续 大陆分为五大板块 北边是北域 就是我们这里 这里常年天寒地洞 是最贫瘠落后的地方 北幽国和韩辽国是北域里的两个小国家 我们属于北幽国 和我们打仗的那群人是韩辽国的人 他们普遍人高马大 可他们的人口没有我们多 几乎打退他们 他们起码得休息好几个多月才会再攻打一次 不过上一次也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击败韩辽国 怎么说呢 这也多亏了变古大哥的毛 要不然也不会绑得那么结实 现在外面言归正传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东南西北被划分为四大区 而中兴则是第五大区域 也就是最大的商业帝国 你电视看多了 虽然它是属于中兴地带 但它可不是什么商业地带 普通人从东区域到西区域都是绕道而行 从来不敢踏入中兴地带 因为中兴地带和它的名一样诡异 叫鬼域 又又一听到鬼这个字 瞬间龙马精神了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鬼域里面有鬼吗 鬼域里住着的都是痴妹王俩 是各种妖魔鬼怪的聚集地 你个三岁小孩听到鬼竟然不害怕 反而比我还精神 又又就跟喝了哇哈哈一样 厉害了呀我弟哥 痴妹王俩又鬼域什么的 666啊 果然不白来一口 你听到鬼域怎么一点都不怕 哈哈我怕个什么劲啊 这不是还有你吗 我靠 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叶茨默默贡献出情绪积分 对了你还是重点说一下 我们北幽国这边吧 毕竟我们就生活在这个地方也好 让我多了解了解 叶茨看着大国沉默了一会 北幽国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 虽然他很平级 皇帝貌似也不怎么样 但我不希望这个国家覆灭 虽然这个国家大部分都是在依靠着我来 顶住寒聊国 但我迟早有一天是要走 所以脆提好了我们继续吧 刚刚还在怀念故乡 怎么话题转变的那么快 别废话张嘴 果然还是逃不掉的 只能是默默接受我最痛苦的人生吧 嗯对对对 这次喝药的技术比上一次熟练多了 放下大缸应该也差不多了 说说你现在是什么感觉 你看我表情就知道了 痛苦的感觉 那其他感觉难道就没有吗 嗯好像有一点 我感觉我的细胞在快速撕扯分裂在融合 等等好像身体还很热 但我却不觉得难受 有种药酒进入血液融合 然后加速沸腾一样 没错就是这种感觉才对 你记住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感觉 剩下的就只能摧毁了 这种东西要是给别人喝了会死人的 突然又又想到了一个坏主意 拉住叶茨的袖子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能随便摧毁掉 剩下的我们不如给边谷大哥喝吧 你这原来是在这等我呀 边谷连忙往后跑 该死的我又不跟你一样是大胃王 边谷大哥再一次默默地献出99积分 又又为了把剩下的东西 我也给边谷追了他一路 在外面的两位副将 为了上一次的那个是一直打到现在 周虹属于轻弓刺客类型 所以他都是以远程身法攻击和消耗 而福将军是属于近战坦克类型 打起来根本贴不了周虹 旁人也不去训练都过来观赏两位副将打架 知道的都知道周虹是出了名的嘴欠 福将军为了教小将女修炼 熬夜等了一晚上 结果被夜老大结活 福将军没睡好本来就烦 周虹还因为这是笑话人家 周虹这不是活该吗 我就一直看不惯暗部那些人的手段 整天表面笑嘻嘻 实际内心妈卖批 总觉得他们在搞什么阴沟事 福将军一刀落下差点批中周虹 旁人纷纷叫唤 福将军干得漂亮 我们支持你 突然一个人掀开一口布 来来来 吓住了吓住了 想要支持福将军吗 嘴上叫好有什么用 你们得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出来才行 两位大哥 我看你们貌似很支持福将军 那你们对福将军的有多少胜算 再说了 夜将军可是有意把重骑兵交到他手上 连夜将军都相信的人 你们还有什么道理不去相信 听说他们重骑兵可是以两千为缴两万的 两位副将一听纷纷扔出银子 嘿嘿呀 福将军绝对能赚大钱 此时从表面就能看得出来 福将已经累得有点交架不住 可周虹似乎却感受不到累的迹象 再一次从袖子中掏出匕首架在福将军的脖子上 输了 你刚刚用的是缩地成寸吗 那可是夜将军的身份 哦夜老大没教你吗 呵呵他就只教我不教你气死你气死 同时在台下的也赚麻了 银子我收走了感谢各位 刷的一下瞬间就不见了 等等我就说怎么瞧这货这么眼熟 原来是周虹他们暗部的邱荣轩 该死的周虹在上面打 他下属在下面开赌局 又被他们给耍了 什么叫我耍你们 你们一个傻子一个呆子需要我刻意去耍吗 这人简直就是畜生 还我血汗钱 周虹只顾着笑却忘了看前面跑过来的边 一下子就撞到了一起 这是与边谷嘴对嘴的节奏 周虹摔倒钱也洒满一地 周虹你快把地上的钱捡起来还给我 什么你们的钱 你们的钱为什么会在我身上 总不能是赌博输掉的 你们难道忘记夜将军说过的话了吗 军营禁止赌博发现者 杀 我的天又被周虹散了一手 看他细皮笑脸的样子 真的好想大嘴里抽的 又又也从后面跑了过来 边谷大兄弟跑的是真快 可让我给追上 地上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难道都是给我的吗 万万又又揣着明白 装糊涂地上好多钱呀 此时周虹心里一百只野马在奔腾 小将领没有我们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 能让叶老大在他三岁时 这么早就定下让他做不业军未来的主帅 可见他对小将领是非常满意的 这种满意或许是从一开始就存在 谁能拒绝一个从天上掉下来 还摔不死的人做主帅 又可能是在手打奸细 刀刃果决才下定的结论 反正叶老大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 他能说让小将领做未来主帅 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为了点碎银子得罪了小将领不值得 况且这些都是这两个蠢蛋的 这是又又也剪得差不多了 刘将军 李将军 这钱是你们的吗 此时他俩的内心就像是吃了狗屎一样 想要都又不敢要只好默默地贡献出积分 突然周虹立马上前 哈哈这钱没有主人的 把钱给写将军 总比还给这俩一呆一傻好 要是窜多他们赌钱的是被叶老大知道 那可是要杀头了 此时这俩傻子气得把脸都挤变形了 周虹好狗呀 我跟你势不两立 又又一人开心地捡钱 三人寒心吐喜 这感觉比杀了他仨还要难受 小将女人小鬼大 我真是个狠人呀 看这样子是不打算给我们留下了 又又放在马背上一个一个的树 总共是32棵 黑黑小将女 我这里有个荷包可以给你装起来 就不会像我那样掉一地了 好了好了 钱也捡完了边谷 我们是时候该回去 怎么还在睡觉呀 就算你装死都没有用 又又直接拖着边谷往叶茨的方向走去 其实边谷早就醒了 这是一直在装死而已 边谷白骨不愿积分加99 金方害怕积分加99 把边谷拖回家关上门后 就从屋子里传出一阵马叫 边谷惊恐万分积分加99 边谷拼言挣扎积分加99 傻子双人为了钱一路尾随又又 叶老大书房里是在杀猪吗 小将女不会是想把边谷吃了吧 怎么可能 那可是叶老大的宠物嘛 我敢保证她就算是小将女 她也不敢这样 对没错 不管怎么样 今天无论如何都得把钱要回来 跟周红那个老狐狸不好要 小将女毕竟是三岁小孩 那颗简单太多 这时又又破门走出 一路都拖着边谷 边谷也不吭声 我的天边谷还真被又又给杀了呀 此时两个一带一傻野虾的直冒冷汗 要不我们还是算了吧 边谷不听话都被杀了 我们去跟他要钱 下一个或许就是我俩 此时又又黑着脸 看想由将军和李将军 黑黑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呢 我滴的蓝蓝滴天空呀 我们被发现了 赶紧跑 爸 这钱我不要了 他把边谷搞死了叶老大都不 我可不敢问他要钱 此时又虎之已经被吓傻了 积分加二十 李星远抱头数犯积分加二十 好像我也没做什么吧 就把他们吓成这样 该不会是喝了药之后散发出的威慑力 那岂不是躺着就能赚积分吗 是什么把又又给吓出一身似的 和东梅为了改进红烧牛肉的口味 推出了2.3版本 东梅推出2.4版本 好呀你这盒起来 把我当时猜的牺牲品来的 于是就出现抱着乃胡奔跑的那一名 没办法谁教又又已经被上当受骗过一次 第二次可没那么好骗 自从由将军看到又又杀鞭谷的画面后 在镇上都传开了 你听说了吗 小将你把叶茨将军最喜欢的小马给杀了 话还没说完 又又就踩着绿色的小鞋子 抱着乃胡疯狂的往急事跑去 还没开始恶搞路人就已经开始送积分了 还有的被吓到动不了 又又一个紧急刹车 不是吧连他们都在害怕我 又又的系统能告知别人的心理阴影 越是走进积分家的就越多 真是一群怪人 他们竟然把我当成活阎王来看看 啪啦啪啦的几下热闹的急事 瞬间就没人了 最新情报 杀死鞭谷大人的小将女出现在生活区 现在小将女即将前往三号堂位 又又拿出一定名字 我要一个唐人 现吹的那种 如果吹不好我就立马送了 店长摆了摆手这钱我找不开啊 王堂人感到为难积分家时 突然又又黑着你 你很为难吗 赶紧收钱 不收也会揍你 此时王堂人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这是一个三岁小孩该拥有的语气吗 空空 小将女离开三号堂位 现在前往六号堂位 小将女离开六号堂位 前往八号堂位 两人贴的笔脸还静静然在那里用螺丝密码打暗号 这是周虹从身后走了出来 我那么聪明的人是怎么培养出这两二伙的 上前点了点黑人的肩膀 还我这么聪明的人的 你俩跟着小将女查什么呢 别在这儿守着了 应该是那两个傻子拍你们过来的吧 回去告诉他两小将你在吃堂人 那其他行程呢 那些不用你就按照我说的转告就行了 刷刷刷的几下就飞走了 原本是吃堂人的花到了傻子 二人组这边却变位了 收到可靠消息 又又正在吃人 赶紧通知手下放下一切工作速度 将队伍里的堂食都收起来 又又小不点吃人要站堂 还果然是一傻一呆这么大个人了 竟然被又又给耍 黑黑原小鬼大的又又又来捉腰了 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恶搞完村民后 跑回自己住的地方找边谷大哥 也不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 但收获了不少积分 一边接受脆体 一边稳固积分双重保障 安全感直接拉满 再也不用担心后背的冰子 也不知道解开封印后 我会不会变得漂亮 推开门后一股邪恶的气息笼罩着 那股气息不是别人散发出来的 而是又又自己散发出来 简称死亡附体 黑黑边谷宝贝我回来 但在边谷眼里却像是看见死神一样 妈呀他又回来 刷的一下直接跑没影了 边谷大哥再一次受到惊吓 积分暴击加99 跑着跑着就来到冰营这边 里面的人正好在讲鬼故事 边谷露出耳朵本想听来着 话说那是一个遥远的话说在哪 遥远的集市 那集市里白天有一个小将女 一身成黄小衣服 天真烂漫地吃着灵嘴 可一到晚上就会摇身变化 脖子会扭转180度 后脑勺朝前 变成会跳的僵尸 特别是每到月圆之夜就会出现 一向胆小的人就喜欢听别人讲鬼故事 越听越害怕的那一种 那小将女最喜欢去抓落单的人 抓到就是一顿感事 这可是我亲眼所见 所以大家晚上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 被抓住了就会被吃掉 妈呀太可怕了 听说叶茨将军也识人 对对对 我也听说过 他吃小孩 他俩不愧是妇女 今天也恰好是月圆之夜要不别说了 突然一个人跳起来 我想上厕所怎么办 一定要憋着 忘了我刚刚是怎么说的吗 不行啊 我也想去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 再别干门就要爆炸了 突然外门传来一阵呐喊声 鬼啊 众人纷纷跑了过来 人都杀过的铁骑竟然会害怕 但鞭谷这一幕确实是有点吓人 这鞭谷怎么是透明的 众人赶忙拿起被子朝他扔去 是小将女仔的女 你来错地方了 此时鞭谷也有点慌了 什么 我死了吗 我什么时候死的我怎么不知道 鞭谷跳起来看一下自己的身体 因喝了脆体液身体产生的变化 我滴那个蓝蓝地天空呀 鞭谷被自己给吓出魂来了 这回不出意外是真要凉凉了 而又又一直跟着鞭谷大哥 黑飞 感谢老铁们又给我刷积分 所以我再给你们整一顿更厉害 自从又又喂过毒药给鞭谷后 现在鞭谷看到又又就烦 但又又是什么人 你越烦我我就越开心 哈哈 现在积分已经涨到13万5000积分了 再努力一下20万积分很快就要到手了 与此同时叶茨也在另外一旁练剑 身为不叶铁骑的将军 战斗力肯定是那几个副将的好几倍 突然叶茨后面露出几个脚印 叶茨随手挥舞过去 差点把周虹将军的头给削掉了 哈哈叶老大好剑法 我要是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差点就凉凉了 你也别谦虚了 你这身法练得也不错 不过还去点火候 你控制的气息还不够纯净 四级变换呼吸也应该与之相呼应 感受血的气息才能更好地隐匿 作为刺客必须得把细节拉满 才能趁其不备一招毙命 叶老大您说的太深奥了 我还是听不懂 咱们还是先看看情报吧 续可靠消息二位公主已经在来的路上 估计不出意外的话 再有两天就到了 叶茨打开情报后 哼 想办法给他们制造点麻烦 反正一句话就是 别让他们靠近军营就对了 女孩子家家的来军营 只会是添加不必要的麻烦 呃 又又她不也是女孩子吗 又又不一样 她以后可是要成为 不夜君主帅的女人 对了 洛英又还不肯好好吃饭吗 小将女似乎吃不惯军营里的伙食 整天就抱着个奶壶跑来跑去 那可不行 小孩这个年纪正是长身体的年纪 光喝奶怎么能行 问冬和吹雪味这个事情都快丑死了 无论怎么样她都不肯好好吃饭 一到吃饭时间就跑 叶茨瞅了瞅大雪这办法我来想吧 编古自从因为昨天的那个事后 知道自己还活着就开心得不得了 又又也起床了 今天又是搞乖的一天 嘿嘿 傻妈你在想什么呢 没想到脆体液对你这么有用 救救救 走开走开别来烦我 我讨厌你 你越是讨厌我我就越喜欢你 这时问冬和吹雪跑过来 小将女来吃饭了 你可别 我不饿 我不吃 我和编古还有点事我就先走了 告辞 刷的一下赶忙往大门跑去 不是我俩做的 是张管家来了 他做饭可好吃了 一听到是张管家编古率先停下脚步 又又也急忙杀住车 此时编古的口水已经按耐不住 从他积分的喜悦就能看得出 这个张管家做菜不一般 又又的名字 张老爷子小孩批得很宁可多担担 张老爷子看到如此可爱的小将女开心得很 又又你吃过早饭了吗 那这是老奴 从永安城带来的可好吃了 要不来尝尝 你抱好了都还温热着呢 有牛炸糖 酥油团子 枣泥糕 这些个好吃的都是特意带过来给你的 张老爷子摸着又又的头 军营里的东西不好吃吧 没事 以后老奴来给您做 又又通过系统积分也是能感应到眼前这张青山老爷子满心欢喜 是真的很喜欢的 并不是表面一死的那种 你这么喜欢我 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做弄导弹你 又又自从有了爷爷之后说话腰感都直了 可这个举动在面具男眼里却异常的不舒服 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调皮导弹落音吗 管家爷爷把所有好吃的东西全都给了又又 黑黑饿着肚子的又又 管他多少全部拿下 可又又现在毕竟还是个小孩根本拿不了那么多 好可惜啊掉地上 爷爷拍了拍脑袋 瞧我老糊涂了 小将女还这么小一时高兴把这事给忘了 爷爷拍了拍小手 我给你找找 我记得有个叫戒子带的东西 小将女只要把东西放里 拿着也不重很方便的 这是爷子看向张老爷子 我给你的东西你自己留着用就行了 他用的东西我会给他备好 字面意思就是不想给 可张老爷子才不管 侯爷我用着呢 我都用来放食材了 永安城的好东西多 我买来全放在里面了 等一下我腾空出来一个袋子给小将女用 爷子指了指张老爷子后背的铁锅 如果多出来一个袋子 那你就把这口铁锅放进去 整天背着它我都替你累 但老爷子说啥都听不进去 现在只想腾空出来一个袋子给又用 可肉和蔬菜是分开放的 现在已经用了两个袋子 要是想再多出来一个袋子 那就只能跟面具难要了 叶茨看着又又坏笑坏笑的样子 真的好不想给他 但张老爷子毕竟是长辈 算了叶茨再一次掏出两个 张老爷子接过后 一红一蓝 正好这个红的漂亮 趁着我们小将女的小脸红扑扑的 搭配起来就更加好看了 果然疼爱一个人 什么理由都能当借口 又又唯唯诺诺 可怜巴巴的看着叶茨似乎很想要 可叶茨直接黑着个面具 你敢拿我就加法伺候 但张老爷子直接打断了叶茨的 侯爷他只不过是个小孩 您别凶他嘛 此时面具难的心情 五味杂陈 你是没见他放火烧房子的时候 又又也发现了打压面具难的密码 又又伸出一米三八的小手 管家爷爷你就算给我 我也不会用呀 哈哈 没事很简单的管家爷爷来教你 弄完便一把挂在了又又的脖子上 你以后有了他去哪都方便 相当于一个收纳空间拎着也不重 而且能放好多东西 又又立马上前抱住爷爷的大腿 一顿撒娇加卖萌 张老爷子再一次贡献出33情绪积分 在一旁看戏的叶茨看着又又脸都黑爆炸 臭小鬼挺会装的呀 前几天没有无表情一刀捅死奸细的样子 怎么不拿出来给你管家爷爷看的 算了算了 不跟你计较了 时间也不早了 是时候去做饭了 黑黑又又拉着爷爷的手 我跟你一起去做饭吧 好呀 又又也在的话说不定做起饭来试办公备又 可能确实是会试办公备 烧房子会快很多的那种 面具男看着又又离开的被 咳嗽的两声 洛英又我让你走了吗 几日的脆体你不要了吗 蹬的一声又拿脆体威胁我 管家爷爷 我要去脆体了 你能做好饭等我吗 叶茨直接拎起又又不想给他多废话 又又哭着白白手爷爷再见 爷爷呼喊着又又 但正是要紧 小将女快去吧 老奴这就去做饭等你回来 又又这回终于开始学会顶撞面具男了 叶茨这次气得差点把锅碗条盆砸碎一地 叶茨一边倒着药酒一边 看着又又嚣张的样子就来气 在张管家面前表现得挺乖的呀 一到我这里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看不出来你还有两幅面孔 去 你不是也挺听管家爷爷的话吗 没想到你这么无情的人 竟然还会有在乎的人 面具男气的牙痒痒 先牙利子 看你一会儿还说得出话不 之前一直都是蓝色火焰 今天直接变成红色火焰了 但又又似乎没有注意到 来呀谁怕谁不就是脆体吗 顶多也就胃胀而已 话刚说完面具男就抬了过来 张开嘴巴 我要往里倒了 什么叫张开嘴巴往里倒 我是人又不是马头 刚一喝完整个胃痛的要起飞 今天的脆体液和之前的好像不一样 怎么会比之前的难受了这么多 你刚刚给我喝了什么呀 捧死了 面具男嚣张的双手交叉 也是脆体液呀 只不过换了个火种而已 可以让你的身体加速20倍吸收 先前看你的承受能力挺强的 所以就改变了一下 怎么样要不要再来点 该死的面具男就是见不得别人开心 赶紧拿个小本子记一下你 麻淡的今天大意了 此时又又的肚子难受得不得了 面具男看到又又第一次腾成这样 自己也开始有点慌了 喂喂 你还能坚持吗 突然又又的腰部开始扭曲震动 夜次赶忙上前安抚 没过一会放了个屁舒服多了 又又就像是得到解脱一样 双手打开享受空气 但又又经过脆体后满头大汗 估计衣服都湿透 蹲蹲蹲小不理 下次还敢跟我叫板吗 又又原本要说我错了下一次再也不敢 但又又是什么人为了赚情绪积分 就算害怕也要说不害怕 首先我们气势不能输 先调好坐姿 我下一次不仅敢你以后说一句 我还要顶回一句 我雷个面具男听完 整个人面具脸都要气爆炸 夜次产生情绪波动积分加一 嘿嘿没有错就是要这种效果 又又先是站起来把衣服的汗水凝干 不知道的还以为去淋雨了 瞧你脏兮兮的先回去换身衣服再过来吧 练完脆体身体会排出臭轰轰的排泄物 恶心的让面具男不由自主的提供情绪波动积分加一 嘿嘿没想到面具男爱干净 又又故意用沾满汗水的衣服摔一地 然后扑通的一声从桌子上跳下 不顾叶茨叔叔拜拜了 可恶呀今天怎么那么想揍他 又又换上新年衣服之后更可爱 但气负编骨的态度还是一直没变 管家爷爷做了满满一大桌子的菜 轻轻加一块五花肉Q弹有光泽 先放一块肉食一下看看好不好吃 我滴滴的蓝蓝滴天空 这感觉简直美味到爆炸 终于破案了 不是这个世界的食物难吃 只是吹雪和东梅不会做而已 看来他们的厨艺要多和管家爷爷学习学习 又又大碗米饭的吃 管家爷爷在一旁负责端饭 爷爷做的好吃吧 不过你也要慢点吃 老奴特地炖的糯 怕您消化不良 毕竟又又自从吃过吹雪做的饭后 一直都只喝牛奶 现在突然吃这种硬食才容易引起胃痛 这时在外面的边谷也闻到香味 刷得一身全身炸毛 可又又是什么人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他天天干 赶忙把饭菜保护起来 该死的小屁还一个人吃毒食 气得鞭骨状开门我跟你拼了 真想用牙齿咬你的屁 给我吃一口怎么了你还有那么多 在旁边的爷爷拉住鞭骨 你别闹了 这是小主子的伙食 您的那份我做好了放在厨房里 是真低吗 管家爷爷点点头 对低对低没错没错 揪的一下鞭骨立马冲了出去往厨房跑 鞭骨不由自主地兴高采烈 鞭骨加22 没想到鞭骨高兴鞭分这么低 看来不弄一下他来的暴击是不行的 可鞭骨来到厨房后愣住 四名副将狗爬式的在那里吃着鞭骨的食物 嘴上还一边说 这烧鸡太好吃了 这么好吃的东西给鞭骨吃太浪费了 原本鞭骨还不是很生气 可以旁一向老奸巨华的周红又补上了一句 一匹马还想吃好东西 去梦里吃吧 梦里啥都有 鞭骨直接气到想哭 你们一个个的都欺负老师吗 四名副将看到鞭骨来之后 吓得手中的鸡块直接扔掉 赶忙擦擦手我们没有偷吃 此时在外面的天气大雪纷飞 BP人马正在雪地里走着 之前周红也是有禀告过 北夜老大会有两位公主过的 而每一位公主都带着两名贴身压狐 公主则是坐在轿车里 侍卫队分成左右三人后 两人负责保护公主的人身安全 这是公主开始不耐烦 怎么这么慢 照这样的速度什么时候才能感到边境的不业军军 回悠阳公主 岭州在北游最北部 常年大雪纷飞 去边境的路要自然不好走 而且咱们的马匹不适合走雪路 公主何不一步岭州郡城永安 公主打开窗帘 哼 真是个穷乡僻染之地 那就去永安城 让永安侯爷慈跪在城门口候着 看来这个女人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不过没关系就由我可爱低落音又来教训她们 跟小鬼大的又又又出来捉妖了 小子亲们你们一个个捧什么 都给我站住 不听话是吧 那你们别被我抓到抓到可是会短命动 这三岁小孩是魔鬼吗 怎么那么吓人 留苗子惊慌积分加紧 马虹徒感到害怕积分加紧 黑黑抓到一个球心里阴影面积 会跑 乖别怕痛哭很快就会消失了 你不是很会给别人讲故事吗 我这人可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 啊 这一脚过去士兵整个人都奥买达了 刚刚打的这个人叫李发财 此时此刻已经坐在远处痛苦流泪了 我明明才三岁整天说我是怪物 弄得都没人愿意和我玩了 不打你打谁 不过罪魁祸首应该是由副将们才对 是他们两个人散播又又会吃人的谣言 再加上小将女的身份 让众人害怕得上跳下窜是很正常的事 因为叶茨在别人眼里也是一个吃小孩的怪物 突然鞭骨从后面跑了过来 一嘴巴就叼着又又的衣服转头往过来的方向跑去 搞什么吗 有啥是这么急找我吗 我想和他们玩呀 鞭骨屁颠屁颠叼着又又跑回来 直接扑通的把又又甩出几里地 这多多少少是带有一点是人恩怨在里面 谁叫你老是欺负 终于可以欺负回去了黑黑 突然一只手拎起又又 是谁这么大胆敢拎你又又大 WNON又是你这该死的面具男 能不能别总是把我拎来拎去的 我是人要有尊严的 直接放到桌子上做好 事先叶茨已经和他们几个人吩咐好了 因为公主的原因所以得去一趟附近请罪 老张你就别去了舟车劳顿 你腿脚也不方便 而这一次去也顺便带上又又去见见世面 管家爷爷担心又又的人身安全 因为去的话是要独自骑马 万一摔下来磕碰到脑袋怎么办 骑马 我真的可以骑马吗 等等我坐这里半天 都还不知道他们到底想带我去哪 面具男回应张老爷子 你担心他还不如多担心他坐的那匹马 可又又再怎么说也只不过是三岁的孩子呀 你就不应该不担心他们 叶茨微微一笑用手指了指又又 你还怕他磕碰到脑袋 你应该担心他的脑袋会把地面砸裂才对 上次我那么一甩后面的树都被他给干美了 可恶呀能不能不要在爷爷面前把我讲的那么恐怖 这样爷爷就不疼我 面具男肯定是故意的 是啊是啊 我们小将你的脑袋能撞碎一座大山呢 练的是无敌铁头弓 就算从母胎开始修炼顶多也就乱三年吧 此时福将军实在是受不了了 赶紧跑出去哈哈大笑 又又抱着叶茨的胳膊 笑个屁呀天天笑了 你猜铁头弓 你一脑袋能撞死一头牛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一个个的都把嘴闭上少说点 你们两个先提前过去吧 又又突然站起身 你到现在还没告诉我要去哪吗 带你去永安城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作为坑人的又又终于要开始换对象了 没想到福将军的积分这么好刷 嘿嘿 看我今后怎么坑他 刚接到叶茨命的二人组就快马加鞭的往永安城赶去 别看边谷很小很矮 但边谷属于使马速度是很快的 但为了配合旁边的这两头马一直在减慢速度 弄得边谷一边跑一边打哈欠 而又又就更加无聊了 直接在边谷后背睡了起来 嘴上不停地说着管家爷爷今天你给我做什么好吃的呀 又饿又累的又又起床之后就开始责怪面具男 他是真狠心啊 一天都不打算放过我 就连去永安城的路上都要提前打包好让我喝脆体液 看我回去之后怎么搞的 要不摘掉他的面具玩玩 看他会不会爆鸡 一瓶接着一瓶的往嘴巴里面灌 这个小瓷瓶比庄奶的同户还高级 还可以时刻保持脆体液的要效 面具男怎么有那么多宝贝 该不会都是偷的吧 你还真别说 喝完脆体之后能量直接加满感感 终于是来到永安城了 这里是用坚硬的石墙建筑起来 和军营那边一对比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福将军看到这般景象也是感慨问 五年前这还是一片荒地 现在已经这么繁华了 这是周虹随口说出狗皇帝立马改口 而差点就露泄了 咱们无比光明伟大的圣上 自然是相信也老大的能力 才将领周这块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他打 六佑虽然只有三岁 但还是懂这些东西 皇上赏封地之前这么费的忙 还有周虹刚刚刚竟然叫皇帝狗皇上了 走进来后城墙也有十米多后 这里的城镇也是非常热闹繁华 店家做生意基本都在二楼 门口的鸡血还被砌成台阶 这就是人类的质物 把雪地运用起来剩下一大股飞 这石边谷好像看到了什么 救救救 哇是香喷喷的烧鸡 这色相肯定很好吃 又又直接从空间袋里掏出银子 登登登登 我还有三十二颗碎银子呢 在军营里都没机会用 这会儿可算有地方花了 此时后面的周虹想死的心都出来 那明明是我的怎么变成你的了 真该死呀 竹将军看着也口水直流 这家烧鸡相当好吃 吃饱喝足的又又竟然会这么搞笑 看着又又都伸手了燕福桐 还是呆滞的拿出一颗碎银子 放在了又又的手心上 边谷也在旁边啾啾的偷笑 拖着又又去买烧鸡 燕福桐给的碎银子不行 又又买了五只烧鸡 还找了一堆铜钱 他分给了燕福桐一只 又给了边谷一只 自己啃着一只 然后将剩下的两只放进了戒子袋 周虹指着自己闹我 又又的回答则是你给钱了吗 燕福桐也是学坏了 手举烧鸡跟着来的一句就是 你给钱了吗 就赶在那里啊 周虹气得怀疑人生积分家务 很快周虹指着远处的一家烤鸭店 现学现卖小酱你 你想不想吃烤鸭呀 又又摇了摇头后叹气道 你怎么这样 连一个三岁小孩的碎银子都不放过 周虹就更加激动了 这明明是我的碎银子 什么时候变成是你的了 明明是呆傻二人组的碎银子 他们两个笨被你手下骗得一塌糊涂 我可没那么好哭 那好吧我就问你吃不吃烤鸭吗 洛英又反问一句那你想吃吗 此时周虹整个人都麻了 一个三岁小屁还怎么这么精明 最终还是燕福桐忍不住 我买我买还不行吗 不是吧 这人是怎么了那么喜欢替别人买单 周虹心有吃的就行 立即拍起彩虹屁 福将军就是大了 原本还想欺负你来着现在好了 那我就不欺负你了 又又也是跟着一起拍起彩虹屁 还是我们福将军大了 此时燕福桐已经陷入了又又的买买买状态中 内心的喜悦根本控制不住 又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福将军怎么这么好玩傻傻的 周虹不想等买单 福将决定带着又又提前进去逛博 永安城很大周虹 在带路的时候 还特地绕到一个特殊的地方 眼前是一片很大的建筑群 分为左右两边 这里的青石板路被打扫得很干净 不仅没有积蓄 连灰尘都看不见 只不过此时的道路上空无一人 两旁的威延建筑也有高高的墙体遮挡 周虹笑着介绍看到左边这个门 这是蒙学馆 七岁以下儿童集中读书启蒙的地方 教他们识字 地理杂事和修炼基体 右边这个是永安学院 七岁以上的学子分文 无两大类在这里深造进阶 又又很惊讶是不是免费的 没错都是免费的 叶老大说了 想修炼先读书 否则未来高度涌现 国家不搞他来搞 他这种思维和现代人也太像了吧 真不是穿越来的 又又终于发现和他一样 拥有调皮捣蛋的小孩 但又又是什么人 打不死的小强呀 先让他们等着抱我去 学校那边溜达溜达 这里的场景异常的壮观 学校布置的就像是现代人一样 和面具男偏偏 他又有很多东西对不上 比如宫廷一夜酒 一百八一杯他不会 这里是我们叶老大最重视的地方 虽然他人不在这长年扎住在军营 但这里的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老大的重视也让这里成为了 是最安全的 无论是盟学馆还是永安学院 里面都有高手时刻保护着 当咱俩进入这个区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知道了 说不定还在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呢 话音刚落 两旁建筑的大门就从里面被打开 从里面走出两个身穿黑衣的男人 一出来就很礼貌性地 给又又和周红低头行李 周红尴尬的摆手 其实我们只是路过此地而已 可两名黑衣人 确实勾勾地盯着又又 毕竟小将女的导弹在军营可是知道 不知道的绝对会让他后悟 这是周红开口了 他现在才三岁目前还太小 福将军和叶茨都知道 又又的背后被插入了十根铁钉 活下来的机会很小 虽然叶茨有想尽办法让他活下去 但自己其实也知道 头上的那三根才是重点 但叶茨不知道的是 又又也在努力赚积分来拯救自己 黑衣人听到又又三岁先是一浪 幸好他不是来读书了 要不然又又在里面捣蛋起来 可没人敢管 火烧房子是小 欺负同学压榨老师才是大 黑衣人庆幸的行李后退了进去 而在盟学馆这边七岁以下学习的地方 从大门走出来一名黑衣人 则是若有所思该死的 看来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跟随小将女 她最好别闹事要不然真管不了 然后从兜里拿出一本册子 递到了又又面前 现在提前学一下学校里面的规则也好 此时又又已经开始觉得 这两黑衣人有点好玩了 尤其是上来一句话都不说就直接送东西 又又觉得你好玩也就意味着 你命不久已或者加入了搞积分行列 编古被加入搞积分行列 已经被欺负的小妈妈 又又先是很礼貌性的接过学规的册子 见到又又接过学规黑衣人浮现出一抹欣慰的笑容 然后退回了盟学馆内关上大门 周红看着眼前这个小部队 嘿嘿你死定了 拿了学规开年就要来这里读书 嘿嘿嘿 不听话就会对夫子打手心 又又翻着学规手册 头也不抬得敲 我再怎么说也是从21世纪过来的人类 就算我不读也都比你们聪明 说不定到时候老师还得拜我为师吗 一想到老师也要拜我为师就情不自禁的开心 那得多少积分 你快别臭美了 蒙学馆先不说 你知道永安学府有多少厉害的天台吗 他们将来不是送进不业军当军官 就是前往京城争当设计之臣 这也是我最佩服叶老大的一点 他甚至将整个北优国未来十年的规划都提前想好了 从内墙到外 直接用高智商高能力碾压那帮废物 北优崛起指日可待 哈哈哈哈 又又停下马步思考了一番 一个讨厌熊孩子的人 却有如此大爱和格局 将想法复制行动并完美地做到 真牛逼啊 又又你在想什么呢 我们赶紧走 再不走要倒霉了 京城来了两名不好惹的贵客 什么贵客 还不好惹 黑黑边谷大哥你听到没有 不好惹的贵客 边谷也是知道他们要倒霉了 加快脚步直奔而去 我们先走了 在永安侯府门口停了一个巨大的马车 悠扬公主我们到永安侯府 公主率先走出马车 一出场就是满嘴喷粹 永安侯人了 让他给我跪着滚出来 随后又从另外一个马娇请出一个类似和又又一样大小的女孩 看着寒酸的街道就开始嫌弃 什么鬼地方 破破烂烂的 在远处的又又看着愤怒不易 什么垃圾贵客 这分明就是刁民 看我怎么搞他们 作为小服帽的代言人 紧对一个只有五岁的小公主喊着给他下跪 这可是你说的哦 你成功激怒让我把你放到搞积分行列 这么破烂的地方谁爱来 刚刚还在一旁老奸巨华的黄姐表现出一副善解人意的嘴脸 我一直都说永安城是贫瘠之地你偏不行 这里的档次怎么配得上你北优嫡系公主的身份 小公主顺势拉上黄姐的手 我一直都听皇兄们说永安侯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 管理治安都非常好 所以也想见见叶大将军是何雪 见见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说叶将军是一个杀人不何雪的大魔头 吃小孩的怪物你信吗 这些在军营可是传疯了的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喜欢怂恿一个三岁小孩杀人 公主现在才五岁正好是一个被忽悠的年纪 因为没有人见过叶茨的样貌所以一直都认为他长得很丑 那些好都是别人吹嘘的 那个喜欢满嘴喷粪的皇姐试图改变小公主的人生价值观 一直在强调他是北优唯一的嫡公主 这样在一旁的悠悠生气的都快要爆炸了 我就是一个公主而已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还是叶茨人的小将女呢 虽然不是亲生的 有时他会想办法整我可再怎么说我也是小将女 还整个北优都是你的 你讲话真是不经过大脑 没有我们这些为国家奋斗的人 你们能好好的在这里满嘴喷粪吗 看我等一下怎么整你们 要不然等一下把他们的马车烧掉 以他们这种性格说不定会掉好多积分哦 皇姐怂恿小公主等一下见到叶茨职 就直接给他一个相马威 小小的悠阳公主肯定是听信你自己最亲近人的话 俗话说的好子不教父之不 跟着蜜蜂找花朵 跟着苍蝇找侧 跟着吃狗屎的人只能是满嘴喷粪 小公主点头回皇姐等一下绝对会让他好 悠阳皇姐暗暗发笑 一看就是个心机表 这种女孩放在现代也是个绿茶表 孕幼母亲说的捧杀大法就是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 那个永安侯胆子是真肥啊 敢让悠阳公主在这里等这么久 突然里面跑过来一名小士兵 还没跑几步就立马跪在地上 实在不好意思 叶将军他们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 此话一出让悠阳公主更有话说了 本公主大老远过来找他 都在他家门口了 他都都能比我还迟到 今日敢让我等下回 是不是要我去参拜他才行 赶紧让他滚过来见我 如若不然砍他脑袋 可叶瓷压根不会过来 现在还在军营喝茶烫头呢 小公主已经在被忽悠的路上 也跟着一起叫板 而在远处偷偷看完了一切的幼幼心生一记 不慌不慌我不慌 不就是小公主吗 他们的见识再怎么厉害 在我这里也顶多是一个傻 从空间带掏出一个红色棉袄 没想到东北吹雪做饭不炸的 制作衣服倒是一流 既然要出马 那就必须得穿得好看大方一点 从气势压到他们 对了煞笔系统帮我看看他们的资料 收到宿主请求查看全面资料 需要二万积分 查看简略资料需要二十积分 我去 差这么多 看来他们两个人的 详细资料不简单呀 算了解决掉背后的铁钉 活下来再看两万的吧 就看简略资料吧 这个该死的破系统 老是喜欢敲诈勒索 黄姐名叫燕于然 今年十六岁是悠阳公主 母亲是贵妃属于二比 而这个小小个的叫燕赤林 今年才五岁 是敌是气功 母亲属于皇后 这身份就高贵一点 听到都信燕又又内心 产生了一丝波动 但这有什么好怕的后台 只是一个皇上而已 周虹都说了 当今皇上是个够皇帝 那我就更不用害怕 搞他就完事 又又坐在鞭谷的背上 屁颠屁颠地从后面走过来 公主们也是发现了 转过头去 就被鞭谷内飘逸的头发给泥住了 走近又又才缓缓抬起头 这可爱的样子 直接让公主们送上了情绪积分 燕又然心生极度积分加66 燕翅林心存恶意积分加22 非非想必两位 就是悠阳公主和石器公主了吧 这天真邪恶的笑容 直接让悠阳公主看得就不错 哪里来的地痞流氓 敢这样直呼等公主 你全家都是地痞流氓 听说你要永安侯 给你下跪 还要砍永安侯的脑袋是不是 此时燕又然内心 像是被击中一样积分加66 叫永安侯过来跪拜我们有错吗 莫名其妙又加了99积分 这个牛逼一点 一点也不输给边谷榜一大哥 才这么轻轻一下就积分加99了 没错没错确实没错 看我下面憋个大招气气的 悠阳公主是贵妃所生 哪怕圣上恩宠次了封号 但却是同二品 永安侯再怎么说 也是堂堂的北优第一战将 整个地区的安危 更是叶茨大将军一点一点拼令魂 身为比一品还要大的 北优第一战将比你还要高吧 此时燕又然整个人 都和他的名字在灼烧着 积分暴击加99积分暴击加99 黑黑马上再接再厉 让一个一品大将给你一个二品下跪 这得顶什么罪 你自己心里没有点数吗 燕又然整个人 跟直接被点燃了一样 积分一路暴涨 直接刷屏弹幕 站在一旁的烟痴灵 咬咬牙很是生气 心生恶意积分加88 两人对视了一番 可恶呀 我以公主的身份叫你行了吧 见到本公主 还不赶快跪下说话 牙得我不忍你 你便来搞事是吧 我不要以为你是公主 我就怕了 六六终于要开始大杀四方了 你是公主很了不起是不是 去 生煎包的 打的就是你 公主从小就是皇上的一块宝 一直一来都是他欺负别人 没有人欺负他 而这一次被这个突如其来的 三岁小孩给欺负了 气得公主直跺脚 凭什么你一直坐在马背上和我说话 赶紧下来跪着和我说话 一向喷粪的烟鱼然 也是第一次这样背对 因为再怎么说 他比喻的是叶将军的品级 可眼前这个小不点貌似 连品级都没有 就算叶将军比我高 可你呢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我是什么东西 那你可听好了 我乃天神下凡 专门赖给你们这群 害群芝麻普度众生的 可恶呀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随后叫唤宫女就要给又又编刑 又又可不怕什么编刑 就算又又给叶将摔个一百八十遍 都不带疼的 并且现在也有在练脆体 你这是在惩罚我吗 你这是在给我按摩呢 又又不慌不忙地从口袋伸出双手 你们急什么 我话都还没讲完 你们冲过来干什么 又又亲了亲嗓子 刚刚蒙学院的黑侍卫送的学生手册 终于派上用场了 幸好那是收下了 要不然现在就词穷被他批评 丙周永安城蒙学馆学规第33条 永安学子应当有文有骨气 当武者应当有武者的傲气 可贵天贵地贵父母 但不贵不公 不贵强权 又又的声音愈演愈烈 就缺一个麦克风了 没办法这个社会 现在只能用声音后 其实又又之所以在朗诵 这些个东西都是为了拖延时间 就算她再怎么厉害身体再强悍 在绝对权力的面前也是很无力的 所以她在等周蓬 身为永安子 您应当以天为大任 以币为首 以民族为己任 我话已讲完谁赞同谁反对 又又神情大变就跟黑话了一样 编于然马上跳了出来我反对 你啊的就在这等你呢 你个满嘴喷喷的就是不知好歹 现在又又读完这些个大道理之后 小身板挺的树干还硬了 可又又的表情却是出乎意料的冷不帅气 两位公主和眼前一对500人在内 就像是被又又罚战一样 呆呆听完了又又的了 之所以会这样是那么多字 并且一字不差的全部读完 最重要的是她现在还是三岁小孩 比小公主还小两岁 又又看着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样子 就知道肯定又破纪录 现在直接破14万大关 再步步久之后背的钉子 就要解除了你心动了吗 还是外面的世界来积分快 在面具男的部队里 个个都跟她一样 是一个不会变连的怪物 弄得积分也老低老低的 我也不能天天从边谷身上扣积分 毕竟边谷只是一匹马人 不过欺负边谷还是很有效果 最起码他打不过我 那种看不惯我又打不死我的感觉 才是长积分最好的感觉 不过他们要是习惯了幼幼的导弹 他们慢慢的就刷不出积分了 那十万积分还是从那蛮族人那边刷来的 叶将军部队里那么久 才涨了几万不到的积分 所以还是出来走走比较好点 而且眼前可是有五百人呀 整条街就跟是刷分机器一样 我只要在这里挺直腰板 站着给他们看就好 在另一条道路上 周红都快积分了 可这匹马就跟一头驴一样慢得要死 可恶呀你比鞭姑恶心就算了还这么慢 我回头就把你攒了做包子吃 鞭姑本身就自带加速身法 再不快点又又就完蛋了 一致前面的不是福将军吗 他怎么还在那买东西 周红直接跳了下来 不管那么多了 先用缩地成寸追上再说 指望这匹马不知猴年马月才能过去 福将军也是够疼又又的 大包小包买了小山堆的东西 没意会周红闪现到福将军面前 吓福将军一跳 你现在还在逛呢 小将女要被你那两个黄妹吃了 什么 福将军瞬间原地爆炸 把刚买的东西全部扔了 吓得一身黑马腾空而起 这不跑的力道让附近的楼房都在颤抖 现在让周红一人站那里很是尴尬 不好意思都是误不误 我其实不认识他你们姓吗 又又这回终于要开始放大招了 为了赚这点积分差点小命不保 不过也幸好有编骨的挺身而出 才在这一次危险之中化险了一 娃娃编骨榜大哥好气腿 果然刚刚没白疼你鸡腿 等我以后赚满了二十万积分之后再也不气愤 燕玉然在又又一次又一次的挑衅之中愈演愈烈 此时燕玉然怒气已经暴增持续九十九加了 又又看到九十九积分就越喜欢挑衅燕玉然 瞧你那看不惯又打不着我的嘴脸我就开心 燕玉然先是沉默了一会 把心中的怒火化作力量 随后从矫正里掏出打神鞭 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啪啦的一声鞭子狠狠地摔打在地面 一道深深的裂痕让地面凹进去 此时又又才发觉自己这回是真碰到硬肠了 一根三米的鞭肠外加上她身体散发出来的气息 没错那是黄武镜 之前虽然又又也杀过一个练气的黄武镜 但那是面具男和众位副将面前才有能力杀死她了 可此时的又又左右身边根本没有人 只剩下一批只会翻白眼装死的鞭子 这也难怪她明明是贤妃的女儿的 却能在一众公主之中脱颖地出 获得二品封号 哼 怎么 一看到我拿出鞭子你就害怕了呢 看我今天不把你打得叫妈妈 此时又又又快要交代出去时 鞭股终于要开始发力了 马蹄一跺 鞭股的脚底下的地面直接炸裂出几条裂缝 鞭股散发出的力量就足够把燕鱼然的鞭子回弹 跟别说是人了 站在前面的两百人包括小公主在内全部轰趴贵女 这时又又才知道鞭股这么厉害 鞭股也高傲地抬起头 没办法哥的实力就是这么强 那你为什么打不过我还让我欺负 你是不是故意的 其实在叶将军把又又扔给鞭股的时候就证明了 鞭股要时时刻刻保护又又的生命安全不能出一点差错 只许他欺负你 但你不可以欺负他 除了叶茨在内别人也不能欺负又又 说白了只许又又放火不许鞭股扇风 叶玉然刚刚被鞭股震的一下就被打出了内伤 若被鞭股踢一脚肯定人就直接没了 这时才看清原来眼前这女孩坐的是叶将军的马 相传叶将军的马女神马 其他人不能骑 要是强行骑的话会被马踢踩踏到四分五裂 可眼前这女孩却能随意坐在上面 他年龄这么小该不会是叶将军的孩子吧 可叶将军尚未娶妻哪里来的孩子 快点说你是叶将军的什么人 否则诸九族 此时周虹用缩地成寸跑得飞快 该死的福将军 明明自己提前先跑过去 现在比我还慢 他该不会是迷路了吧 终于是赶到永安侯府了 周虹的驾道让周围的空气仿佛宁静 这是什么情况 我是不是错过了一场好戏了 看着两位公主平安无事就行 等等叶玉然公主怎么嘴角流血 肯定是被幼幼气的 毕竟周虹自己也是体验过幼幼的气人 不过幼幼呀 你怎么还坐在边谷的马背上不下来 你面前站的可是两位公主呀 不过幸好你是坐在马背上 聪明 看着地面上的痕迹再加上燕玉然公主的这个情况 估计是开战过的 边谷这边的地面也有裂痕 估计边谷也出手 这有点难办呀 难办 那就别办了 拜见公主末将来持请公主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 幼幼终于要开始发飙了 小孩就要用小孩最厉害的口水之术 推推推 周虹想了想想十七公主今年才五岁 虽然比幼幼大了那么两岁 但再怎么说总体感觉还是比幼幼好不容易 没错你骗不了我 但正在吐血的幽阳公主就不好说了 她这次过来可是带有目的性的 周虹常年待在军营见的都是一些土匪家傻 虽然周虹是个心机屌 但她的这些花花肠子在军队里面可以玩玩 毕竟军队里有傻逼二人阻跟她玩 要是放在常年待在朝廷里 她的智商也玩不过人家 客气话反正是不会讲 走个形势意思意思就得 但燕玉然是什么人 她可是公主 怎么能忍受被一个三岁的小屁孩欺负 叶老大之前怀疑过幼幼的灵魂很 因为幼幼的种种迹象表现的 根本不像是一个三岁孩子该拥有 如今16岁的燕玉然肯定厌不下这口怒气 要是传出去今天堂堂二品黄五金的 她被一个三岁小屁孩得欺负了 那脸可就丢大了 燕玉然瞪大了眼睛赤鹤着周虹 你们可真会戏弄本公主 想大是话小小是话 周虹现在也是没折 她毕竟只是一名副将军而已 想摆平公主还得靠副将军 可该死的副将军人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到现在都还没来 黑黑是这样的公主 我们进去说话吧 外面凉 先打发进去等副将军过来再说 可燕玉然却直接一袖子甩在周虹的脸上 周虹属于敏捷刺客类型 就算和力量型的副将军打380个来回 都没有被副将军打中 可燕玉然轻而易举地打中周虹 这回周虹的人情是不算是被完明白了 周虹也在这一下之中沉默了起来 毕竟这得罪的可是公主 公主的后台可是皇上的老婆 俗话说的好小还不懂事 大人还不懂事吗 这句话没错又又是什么 又又是小人 又又在一旁憋了大半天可算是到她了 麻蛋的敢欺负我周虹大哥 你给我等着 让我这一米八三的大长腿下来你就死定了 又又跳下来后迅速奔跑到周虹面前 撑开双手挡住 你这该死的臭娘们我一看你就不是人 大威天龙 此时燕玉然有些震惊积分加99 但又有点愤怒积分加99 积分刷了小半天一直没停下来 从此编估榜姨大哥的头衔要给燕玉然公主 说实话编估才不想做又又的榜姨大哥 毕竟做榜姨会容易被气死 像燕玉然公主这种心胸狭隘眼中 容不下一粒沙的人就更不行 轻着流血重则致命 你知道激怒本又又的后果会有多严重吗 又又屁颠屁颠地跑过去 看着貌似不咋地的又又喷出了 小孩子最厉害的涂口水之术 推推推 这恶心地直接把燕玉然暴跳积分 这让站在后面的周虎很是尴尬 又又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能为一个大人出头也只能是这样 貌似还挺可爱的 但燕玉然可不这么想 燕玉然瞬间原地爆炸头发都飞出一米多高 你这个剑种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今后是不两米 他抬起手就想要将又又的脑袋扭下来 俗话说的好狗 要养你千万不要害怕 你也养回去 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就在这危险的高光时刻 周虎出手了 这也是在表示 我并不是接不住你刚刚那鞭子 而是站在那里故意让你打泄气 但你要是一再得过解过 我也不建议和你比划 我们小将女常年和叶将军住在边境 久了性子是也瞒了一些 但并不代表我们不同 你懂吗 此时的燕玉然公主呆住了 你以为她是在害怕叶将军吗 这时服将军终于赶到了 燕玉然小妹赶紧助手 那是叶茨将军的女子 不叶君的小将女 终于赶上了 要不然我就控制不住场面 但最控制不住场面的人 是燕玉然公主才对 燕玉然公主第一次体验到 被雷劈是什么滋味 不然燕玉然公主全身发软微微颤抖 你你你她她她没一句听得明白 最终燕玉然公终于憋出了五个大字 她有女儿了 下一秒直接喷血跪倒下去 此情此景我想迎试一试 你能不能心过来 我还想让你多报点积分呢 燕玉然不甘心积分加99 燕玉然私心裂飞积分加99 很显然从积分的分析来看 原来她的目的是来向叶茨将军提亲的 这下可有的完了 幼幼欺负完人后无聊的要死 都没人陪我玩 燕丝同看到幼幼平安无事后终于放心了 没办法这匹飞马属于部队重骑兵那边的马 常年是以力量坦克力为主 所以慢事很正常的 既然小将女没事回去之后 叶老大那边也没交代 毕竟叶老大在整个永安城 舵舵舵金城 连皇上都得抖两斗 周冯看到福将军就像看到明日之星一样 你可算是来了差点把我们小将女给吓坏了 去他能吓到我 搞笑 要不是因为有你在场妨碍我施展 现在这个该死的燕与员就不是喷血这么简单 毁容必须毁容 在一旁的鞭骨看了看自己的小腿 我是还没爆发 我要是狠起来连我自己都跑 幼幼是什么人 一个打不死的终极制裁高手外加嘴强王者 一个小小的公主敢欺负幼幼 简直就是找死 连我这么厉害的人都得假装害怕一下幼幼 毕竟幼幼目前是被铁钉给封印住了 她要是没有被封印 别说你这个什么公主的二品的位置 就连那个狗皇帝也得让走 燕与铜直接安排公主的人开始干活 一队人负责去打扫卫生 二队人负责去照顾公主 剩下的三队人负责去洗厕所刷马桶 他们不敢反抗 燕与然和燕翅林是公主 燕与铜同样也是北幽国的公主 自从跟了叶将军后修为突飞猛进 现在已经成为不叶将的二把手 在宫廷里不知情的丞相们都认为 他以两千余人击退了拥有两万大军的蛮族不断 这些是在京城更是被传为不叶将的下一位战神 如果单单是让周鸿命令他们 他们绝对不敢 可命令他们的是一个同时拥有兵权和公主身份的燕福藤将军 朝廷之中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公主或太子立军功 喂喂喂你看看你那该死的皇妹 下手没亲没中的 我到现在左脸还酥酥妈妈的 可福将军却很是敷衍的一句 你可是玄武精啊 他就算顶破天是黄武精后期 中间还隔着一整个第五经 你该不会是暗恋他故意让他伤你 想借此机会以身相许 我去你的 我堂堂七尺男儿怎么可能会要他这么一个 不知天高地货的公主丫头 他刚刚可是当着五百多人的面羞辱我的 我起码再怎么说也是堂堂不夜君暗部同 要不是暗部队属于隐秘宝 别说他一个区区一个从二品 我这身修为再加上这能力 起码也得是个正二品 可你别忘了他还有一个外家公主身份 你是个傻 他就算不是二品都可以打你的脸 更何况还是一个二品公主 好呀 你们是一家人帮着一家人说话 我可没有 你也知道我常年跟你一样待在不夜君 我们的接触大不他们所有人 我只是说出一个事实而已 可你艳福童也是公主 况且你还比他年长 你为啥不直接给他来的 况且你也是一个玄武技 那他还二品呢 他母妃背后可不单单是皇上这么简单 他娘家人还是北优第一世界 别人嚣张于情于理 在一旁坐了大半天的又又无聊的要死 每次他俩在一起都是你一句我一句 一点积分都不给我刷 一向伶牙俐齿的周红在绝对真理的面前也是第一次输给的燕福 可恶 这次回去我得拜又又这个嘴强王者为师才行 好一会又又才回过神来 福将军原来你是公主 嘿嘿 那你身为公主为何要像我们一样来边境受苦呢 我是从天上掉下来无家可归 可你不一样了 你可是有家的人 可福将军原本只是想忽悠一下又又 以想跟着老大修炼作为借口搪塞过去 你说不说不说我叫边谷咬你屁股 边谷表示你要干啥能不能不要来带上我 我只想做一匹官马马 不过福将军的事很多人都知道 毕竟以后又又也会成为不业军的主帅告诉他是迟早的事 福将军的母妃是最成之女 皇上原本想斩草出根的 可又又是21世纪的人类幼崽 他哪能接受这种杀自己女儿这种官的 马蛋的这皇上确实是个狗东西 不过幸亏靠一项仁慈的皇后替福将军求情才有了福将军的今天 但因为是最成之女所有权力都被剥夺 必如平民一样 也不能修炼写字画画什么的都不行 可又又就纳闷了 那你是怎么修炼到玄武镜 这说来就话长了 得从我15岁那年说起吧 5年前南边鬼域狂潮邪碎爆发直冲京城 看守的侍卫和宫女自己的自身难保了哪有心情管武 我也就趁这个时候从近世逃离了出去 那是15岁的我也很害怕 而且常年待在近世根本没出来 逼出来就跟迷路了一样 见到路就拼命往前跑 然后跑到了很邪碎堆里 不知道怎么回事吞了一颗血珠 然后就修为直接就提升到了玄武镜 南边鬼域狂潮邪碎的爆发很可能跟我吃的这个东西 可这个事情却被幼幼当成故事来听了 其他的都抛在脑后 这妥妥的女主跟着福将军说不定还能做个配角 小孩打架又打不死人 你们慌什么 记住了我叫洛英佑 以后看到我记得绕道走 福将军因为吃了果子一夜之间修为提升到玄武镜 要想再提升的话 就必须得把玄武镜该拥有的基础修为根基打好 可周虹却嘲笑起福将军 你确定你练的是基础不是肌肉吗 你把自己练得跟个大老粗一样 肌肉不成人形难看的要死 跟你以前在皇宫的时候再对比一下 简直就是天差地别 你现在要是再加上福字 别说女人了 男人见了你都得叫你一声大哥 福将军急眼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 你个大老爷们练得跟个女人一样还好意思 又又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你们两个都是半斤八两个东西 没什么好争的 福将军和周虹在贡献出了情绪积分 黑黑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要不然你们俩每次吵架都不给我刷积分一点也不好 不过你刚刚说的鬼欲狂潮是什么情况 我要是也喝了你说的那个东西 我是不是也可以一下子提升到玄武镜 我要是提升到玄武镜 别说后面十根钉子 就算再给我来十根也不带盘 钉子拔完后管他什么艳于然公主 只要敢惹我连皇上都一起打 可周虹却表示鬼欲狂潮不会再发生了 因为叶老大的出现把鬼欲搅得天翻地覆 因为曾经就说过境界是不能被破坏 一旦破坏就等于违法平衡 平衡一旦被破坏 整个大陆的板块都会受到牵连 叶将军和周虹站在了一条线上 我们不想 看着他们一个个这样肯定是有啥不肯告诉 我就不相信叶将军一个人就能平定鬼欲狂逃 不过要是真的被他一个人平定了 那我可就难搞 我还想去试一下那个液体来 现在好了只能喝这该死的脆体 说完便掏出一瓶猛喝一口 这味道虽然不炸的但喝完之后 整个人都精神抖擞 公主就是金贵 真想把他们的骨头打断去煲汤 看看是什么滋味 我要是投胎成了公主 别说二十万积分了 就算一百万积分也能在一天之内搞定他 可惜我却是从天上蹦跋下来的 也不知道那讨厌的悠扬公主醒了没有 他那人心胸狭窄稍微气气 他都能抱个九十九积分 这样也胜去了去欺负鞭 毕竟鞭鼓上一次救了我 我虽然完皮可我还是懂得知恩图报的 其实主要是见到一个容易刷积分的 要是回去不夜君没人刷 还是得找我鞭鼓大哥 又又偷偷摸摸地爬上院中最大的一棵树 闲聊时间又又从戒子袋取出一只烧鸡 幸好当时没有给周红要不然现在就没得吃了 一边吃鸡腿一边看风景真是会享受了 一口一个鸡腿根本不需要风口咬 突然吃树下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 听说你是叶瓷在外面饮的野种 果然也蛮卑贱 我去你老母的你个小不点会不会紧化 也有人一开口就用小野种打招呼了 我有的东西吃你有吗 臭三八 你这种东西是给难民吃的 并且这东西在京城连狗都不吃 哟哟哟 小屁还别说你五岁了 就算你五十岁我都能照样弄死 你再无理取闹 我可就要下来涂口水给你 可燕吃鸣拿着她那公主的身份 当招牌根本不带牌 燕吃鸣随手从地上抓起一颗石头 就朝幼幼扔去 死野种 我就扔你看你能把握怎么样 因为石头是往上扔的 因为太重扔不了那么高 虽然石头没有砸到幼幼 燕吃鸣此时自己也很尴尬 你尴尬归尴尬 但你却成功地激怒本幼幼了 你知道吗 激怒三十岁的女人不可怕 但你激怒三岁的幼幼可是很可怕 幼幼吃完烧鸡的骨 精准哈达扔到燕吃鸣脸上 一脸油腻外加口水 让燕吃鸣的内心濒临崩溃 积分加九十九 嘿嘿 小不点哭吧 不好回去叫妈妈 让你妈妈一起来刷积分 此时燕吃鸣走出要起飞的步伐 见闭的小见乌 没人要的小野种 脏乱不堪的狗东西 什么难听骂什么 积分也是九十九报家 可幼幼才不惯着你那臭毛病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让我下来 那我就 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正灯 一个连五边 没三两下直接把公主给打趴下来 幼幼直接一脚踩在上面 狗奴才闭嘴 你再叫我现在立马就杀了她 幼幼原本想跟燕吃鸣公主握手言和做朋友的 但是却给本幼幼白脸色 一个右边腿 一个左正灯 一个连五边 老公女仿佛更想又又杀死小公主一样 都在一旁看半天了就只知道叫 这老嬷嬷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燕吃鸣伸手想叫容嬷嬷救救她 可容嬷嬷转身却跑了 明明是个修炼者 却眼睁睁看着幼幼暴打公主 真是个狗奴才啊 幸好我是二十一世纪的幼崽 要不然就真把公主杀掉了 她这轻快的步伐一看就像是练家子 再怎么说应该也是个修炼者 想从一个普通人手中救人是轻而易举的事 更别说是个三岁小孩的手中救人了 此时周围再无旁人 只剩下猛逼的幼幼和恐惧的燕吃鸣 燕吃鸣一边哭着喊妈妈一边求幼幼放过她 幼幼为了刷更多的积分 告诉燕吃鸣一个更有趣的事情 你家嬷嬷有修为你知道吗 她刚刚不仅没有救你还自己一个人跑 看来你是一个没人要的孩子 燕吃鸣一听到就更加崩溃了我还想 我不想死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这一幕绝对是燕吃鸣公主人生中的顶级噩梦 说不定回家以后做梦都会被吓醒 此时燕吃鸣的积分已经被刷爆了 幼幼小脚丫踩着燕吃鸣公主 虽然不是很痛但这踩的更是一种恐惧 燕吃鸣的哭声根本不打算停止 吵得幼幼都觉得有点烦了 没有踩她之后燕吃鸣公主自己也屁颠屁颠地坐了起来 可坐起来的燕吃鸣公主还是一直在哭 作为同龄人沟通是最容易沟通的 幼幼蹲下来喂喂你别再吵我问你个事 那个跟你一起过来的容嬷嬷现在是什么境界了 她是皇武进出妻 确认嬷嬷也会武功之后这就说得通了 幼幼笑眯眯地伸出小手 从今天开始你必须得听我的 要不然我见你一次揍你一次行不行 燕吃鸣从来没有被这么威胁过哭的就更加厉害 以后她终于可以说自己是被吓打了 幼幼见燕吃鸣公主这么不听话一巴掌就打在公主的脸上 我叫你跟我握手 懂不懂点江湖规矩 就知道哭哭哭 闭嘴 此时燕欲然公主也醒了 她还在心心念念着幼幼的身份 叶江怎么那么快就有女儿了 上一回见到她是五年前的事了 叶茨在皇宫抵御鬼域狂潮一战成名 也就是那个时候躲在远处的燕欲然 看到摘下面具的叶茨将军的面孔 如天神下凡 帅气逼人 一看并不是凡尘之物 那时的燕欲然公主也才只是个十一岁的小女孩 但她心中就已经对自己许下一个诺言 就是一定要嫁给眼前的这个男人 她疯狂地想要接近叶茨 无数次请求父皇赐婚 甚至用母妃那东郭世家的权力一次次渗透都没有成功 五年没见竟然已经有了孩子了 现在都三岁了 她就不能再等我个两年到十八岁了 这是负责照顾燕吃灵公主身边的容嬷嬷跑了回来 燕欲然公主小将女快要把燕吃灵公主打死 她之所以这么大费周章跑回来报告就是想故意这样做的 如果真有心要救燕吃灵公主早在现场就救了 根本不需要这么大费周章跑回来打报告 但没想到的是其实燕吃灵身边的容嬷嬷也是燕欲然这边的人 现在不费一兵一卒就解决两个小朋友燕欲然瞬间表现得很是委婉 那你找我干嘛我刚刚受了重伤你应该去找周红将军他们才对 容嬷嬷他们认为他们拖得越久 悠悠打死燕吃灵公主的几率就越大 其实他们不知道 悠悠已经开始对燕吃灵公主强行洗脑 洗脑不成功那就只好打到洗脑成功为止 被洗脑成功的十七公主和悠悠玩得不亦乐福 现在十七公主是我的小弟想问什么直接问我就好 容嬷嬷带着几百名侍卫围住周红他们指着鼻子上来就是一顿叫嚣辱骂 我们十七小公主被你们家小将领活活打死 周红和燕福同听到容嬷嬷这样说开始觉得有点害怕 悠悠在军营确实是调皮捣蛋了 可她就算再怎么调皮捣蛋也不会杀人吧 上一次杀那个奸细也是在燕慈威逼利诱之下才下的手 更别说去杀一个和自己同名人的小朋友 容嬷嬷见周红他们愣住了于是嘴上不依不饶继续开骂 若十七公主除了侍女的这群废物外加叶词都得自己踢头去面见圣神 周红听完气到原地爆炸 那你作为十七公主的贴身侍女难道你就没有一点错吗 你是怎么确信我们家小将领打死了你家十七公主 莫非你当时在场 此时容嬷嬷被周红这么一对沉默了起来 若他在场却眼睁睁看着小将领打十七公主 那就等于他作为贴身侍女的失职 你也知道在古代人命是不值钱的 特别是这种无弊的命 动不动诸久不都有可能 周红先是平定自己的内心 不管怎么样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承认小将领是蛮横霸道的 要是当这么多人的面承认了 若等一下要是发现又又没有做这么出格的事 也会被这个容摸摸倒打一把 我们家小将女为人温柔善良 就连踩死地上的蚂蚁她都会扑半天 怎么可能会去打人呢 我不信 可站在后面的艳福童却有点憋不住 你这种不道德毛话不沾边的话是怎么说的出口 那我难道要跟他们说又又能一拳挡破天灵弹 不过下一秒艳福童却正常地看待这个问题 石器公主是皇后所生 皇后又对她有恩 又又的捣蛋和调皮她俩也是见识过的 若真是这样又又可真宠大祸 为了确认这个消息一群人来到后花园查了 可俩小孩却坐在那里 你拍一我拍二一个小孩穿花衣 管着不亦乐乎 此时周红艳福童目瞪口袋积分加紧 不过这样也好 竟然我们家又又和石器公主都没事 那有事的就是你了 你知道在军营里撒谎散播谣言耽误军队的大事该当何罪吗 虽然现在不是在军队 但我可以以我个人不业军暗部的名义是杀人 此时容嬷嬷被周红这么一说整个人都要缩到了地上 我明明刚刚亲眼见他 说完便要上前去巴拉石器公主身上的伤给他们看 但又又还在石器公主身边呢 那能是你想看就能看的 臭东西你作为一个奴婢想破坏我和石器公主玩游戏的时间吗 容嬷嬷为了取证根本不想理会 又又只想看到真心 没教养的东西 赶紧闪开 嘿嘿你作为一个奴基公女敢这么和我说话 你好大胆呀 我再怎么说也是堂堂的小将女 乃永安侯的女 你现在踏足的地界区域可是我家 说是谁给你的胆子 容嬷嬷听完也变得委婉了起来 还想着把石器公主叫唤过去 可又又就是不吃你这一套 天天就是要挡在石器公主的前面 你是个什么东西 石器公主想在这陪我玩 你还敢对她指指点点 你这样的做法也太放肆了 这下石器公主在悠悠的言语之下才明白过 我明明是公主才对 可每次都会被容嬷嬷安排明明白白的 在皇宫的时候 容嬷嬷一而再再而三地命令自己做事 刚刚见到我那样求救她 她还撒腿跑开了 这种烂东西不要也罢 容嬷嬷像是被逼急了一样 你真是伶牙利齿能说会的 不过要是这张嘴烂了会怎么办 永安侯多次抗止聚婚 却在外面偷偷摸摸生下野种 你这个野种本就不应该活着 我去 你现在是开始用嫔妃的语气在跟我说话吗 福将军我害怕速速过来保护我 去你的生煎包的敢威胁 可容嬷嬷却还是不依不饶 没有圣上的赐婚 就是名不正言不顺 这野种我今天杀了 是替北优解决仇 麻蛋的都什么年代了还赐婚 我要去费了那个狗皇帝 敢为自由恋爱 福将军你好像也是个公主吧 顶状公主外加玄武镜 杀了她天经第一 原本福将军还有些犹豫 因为她毕竟是皇后的仆人 可容嬷嬷却自己承认她是贵妃的人 那你谈猫的早说呀 害我犹豫伤我脑子 刷的一下一刀斩破胸口流出大量鲜血 黑黑现在目击证人已经被击毙 十七公主也被洗脑成功 那就没事了 不过皇后生出来的嫡妻公主身边安插的竟然是贵妃的人 这又是一篇甄嬛传 当得知又又把十七公主打一顿的叶慈再也坐不住了 快快把药给她送去叫洛英又收莲 事故以来后宫家里三千皇上的女人千千万 要说大老婆和小老婆关系好打死都不可 能名正言顺的把容嬷嬷安排到十七公主身边 这件事绝对没有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至古以来唐太宗李世民就是杀了亲兄弟上位的 从皇宫出来的人无一例外 一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妖孽 更何况五年前冷血到连自己的亲生女儿燕福童都想杀 记得一开始叫燕福童称之为燕将军时就被回绝改为福将军 这也就完全说得通了 肯定是那该死的狗皇帝命他在外面不能称之为燕 所以燕福童才在外面中间的那个抚慰性 想想燕福童将军还挺可怜的 这一次杀了龙嬷嬷嬷之后 就等童鱼和贵妃也就是燕嬷然的母亲开战 但是幼幼才不怕 再怎么说幼幼背后可是站着一整只不叶军体系 就算贵妃娘家人的东郭世家 再怎么厉害不叶将的叶茨将军方可踏平 领州永安侯府是什么地方 拿我幼幼的家 赶在我家撒也还对我指指点点 她本就罪该万死 就算她是宫里的老人又如何 坏人也会变老 所以她是老坏人 在吴叶将这边 叶茨坐在书房研究着北域地图 张青山老爷子则是在一旁走来走去 因为她是从皇宫出来的 她明白那个燕嬷然公主是什么来物 在皇宫就已经是出了名的吃人不吐苦的怪物 如今让幼幼前去肯定会出事 若我们家小将女要是被那个燕嬷然公主欺负夺起来 哭鼻子那也多心疼死啊 张老爷子你就别多想 自从我把她捡回来 她能凭一己之力捆绑男族人的马头 我就已经不再相信她只是一个三岁小孩了 我甚至都怀疑她是不是三岁小孩 这是不叶军万刷的一声跳出几名黑衣人 这估计不是敌军 应该是周虹部下的暗叶军 但三人却没有一人遗传了周虹的精灵 都遗传了煞比二人组的憨憨傻气 永安城侯府宪报 小将女把两名公主的五百人出行一堆下跪了一地 哈哈张老爷子 我说什么来着 你要相信我们家幼幼才对 这个小光头貌似就有点惊慌了 小将女把悠阳公主气吐息 不是吧 刚还担心她会不会被燕玉然公主欺负 现在倒好悠悠去把燕玉然公主气吐息 那个血喷的就跟周星驰那个电影一样喷 叶将军悠悠这样做不太好 毕竟燕玉然的母妃娘家人可是东郭世家呀 东郭世家又如何前些天 她还想安插一个东郭世家到军营里 不过被悠悠一拳打碎了骨头外加颤草处根 没事没事东郭世家而已不是什么大事 而下一位直接让在场的各位都害怕了 小将女把十七公主打残了 我去 一个比一个震惊 此时张老爷子承受不住 悠悠的压力已经被吓晕过去 回来报告的暗夜部队 第一次感受到大难临头的感觉 去前线杀敌都没有这么害怕恐惧过 此时此刻叶将也还是有点慌了 但作为老大的自己怎么可能乱了阵脚 娜娜这个拿去给十七公主 顺便叫悠悠收敛意思意思就行 别在外面把名声搞臭 此时的燕玉然在房间里臭谋 就算叶茨有女儿又怎样 我堂堂一个公主给她当小老婆也不丢人 现在那个野种杀死了十七公主 肯定是判死刺 到那时我在去皇上那边求情放过叶茨 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成为她的妻子 到那时叶将肯定会被我打动成为我燕玉然的父母 哈哈想想都有点让人流口水 一个侯爷一个公主 多般配的一对 这时宫女跑了进来大事不好 公主她快不行了 哦是吗 不行了好呀 能救的回来才是不好的吧 宫女纠正此语重新说了一遍不是不行了 是死了 哈哈你确定是死了吗 哈哈哈哈 那个黏人煞笔的丑焰吃灵终于死 不是不是 不是十七公主死了 是容嬷嬷死了 我叫她去杀十七公主 怎么她还把自己给完美了 又又成功把自己逼上狼外婆的标签 关没事的很快就不死 我不开心的话就又要开始打你了 回到房间的又又数着被刷爆的积分 两公主带来的五百人 妥妥的刷分机器 在燕玉然的挑逗下一个上午就破了十四万大关 下午又在燕吃灵做死的情况下 又帮又又刷了三千积分 最重要放还是燕吃灵公主 被又又多次暴打的那个环节家的积分多点 有那么一瞬间积分都是暴击状态 现在的总积分已经高达十四万四千五百多 二十万指日可待 真期待龙沙是风从体内消失的那天 到那时我要整垮那个什么燕玉然公子 忽然又又收到来自张青山老爷子的担忧积分加二十二 这突然跳出来的积分让又又愣住 难道是更加在担心我吗 上辈子从未感受过亲情的 他这辈子竟然能被关心真的太开心 但是张老爷子的关心也没有持续很久 因为此时的他已经晕过去 这是外面传来燕吃灵鬼不狼嚎的所以 我要回宫 我要复华 吵得又又脑瓜子汤 原来是一名女性暗部成员正囚禁着小公主强制给他上药 吴叶君的暗部皆是军营里训练过的 无论男女都力气贼打 并且他们将燕慈的画风为神令绝对执行 就算他燕慈说要给皇上上药也得立即执行 这一巴掌抓在燕吃灵稚嫩的腿上想想都觉得痛 可燕吃灵一被上药就哭一被上药就哭 爱着小屁孩还真是烦人 不过他也怪可怜的 才五岁 啥也不懂三观都不全 辨别是非的能力也没 老公女是贵妃的人 所以她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位贵妃的想法 贵妃在小公主身边安插了人 使其长残了不说 现在更是想杀之后快 贵妃姓东郭 在军营出现的奸细也姓东郭 东郭世家队不业军有不良居心呢 至于悠阳公主燕于然 她是贵妃的女儿 来领州准备好事 东郭亦是我杀的 贵妃安插在燕吃灵身边的嬷嬷也相当于是我杀的 那贵妃不得想尽办法弄死我吗 不行 先下手为强 后下手遭殃 得想到法子把贵妃咔嚓了 所以就不需要得有小公主的帮助 得攻略小公主 黑黑小公主你在干什么呀 现在都小公主见幼幼就害怕 燕吃灵惊吓过度积分加99 悠悠就跟踢着狼皮的老太婆 骗着燕吃灵这只小红帽一样 小公主乖别哭了 我们来把药涂上去 给我按住她别让她逃了 此时的燕吃灵很不情愿 但如果不情愿 悠悠就要给你来一波通贝群了 一边被茶药的燕吃灵哭得比谁都早 整个外面听到就跟在杀猪一样 尊贵的北优狄公主 自从来了领州哭声就没停下来 或者谁能想到 而在正门这边 周红和福将军在喝着茶 等燕与然公主的到来 前脚一说后脚就出现了 谁令你们的胆子杀我了 好戏终于开场了 快快快别迟到 燕与然刚走进大厅就在门口狗叫 是谁杀了我呢 燕与然能说出这句话 脑子一定聪明不到哪里去 把容默默说成是 她的人无一例外 就是在皇后女儿的旁边插眼线 这激怒的可是皇后 就算她东宫世家再怎么厉害 把手伸到皇后这边 来皇上知道了肯定是不乐意的 不过周红见到燕与然公主过来 无论怎么的还是的 起身跪拜参见悠扬公主殿下 可燕与童就不用给这种傻憨憨跪拜 燕与童虽然是被贬低的公主 但再怎么样也是你燕与然的姐姐 你见到我不给我跪拜 也就算了还想让我给你跪拜 燕与然此次前来 原本发泄的对象就是来找燕与童的 因为是她杀的容默默 燕与童五年前还是个小子 燕与然那时候也就才 11岁那么可爱的懵懂的一个人 怎么五年不见变得跟泼妇已 燕与童用那种贬低嫌弃的眼神 看着燕与然 也成功把燕与然给立即了 燕与童 你这是什么眼神 你竟然敢这样看我 你疯了吧 我去 你他猫的才疯了 你敢这样对你姐姐说话 在一旁的周红 笑着掏出一小纸条 整人这活我不会但搞怪 这活还是深得幼幼真传 燕与然见燕与童半天不回应 他直接骂了起 我跟你说话 听见了没有 没办法周红还没准备好整条呢 OK一切准备就绪 请开始你的表演 燕与童身为大将军 拥有一米九的身段 走到燕与然面前 燕与然瞬间就跟小鸡仔 找妈妈一样不知所措 我再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把刚刚那句话重新说一遍 什么叫我敢这样看着你 还有 那个容嬷嬷本身就是该死 他不仅敢顶撞我家小将女孩 用命令的口气来安排石器公主 这本就是罪该万死 别说是我在场 就算是煞比二人祖宰也照样这么做 因为煞比二人祖宰 又又的哭又下 绝对会把这五百人统统掉起来的 燕与然见到燕与童这么高大秒 便耸刮好吧好吧杀得好 同时燕与然脸色也难看 跟吃一盆狗屎一样 他没想到五年没见的二皇姐 会这样回他 气得燕与然只能在后面 你你你我我老半天 没憋出一句人话 周红在后面再次奖励 童童童童童的鼓励 受到鼓励的燕与童童就更加卖力了 对了你口口声声说 那个容嬷嬷是你的人 那你是怎么把他安排到公主身边的 这是皇后默许的吗 还有你的人为什么不管叫管叫 他挑衅我没关系 但他敢挑衅叶茨大将军 叶老大在他们军队人眼里 不只是将军这么简单 他们甚至把将军封为不叶军队的神明 叶茨将军便是军队的 容嬷嬷敢对叶将军出言不逊 我不杀他难道要反过来杀你们 你们京城来的人不会管叫不行 那我就给你们管叫管叫 别想着以公主的名义来永安侯府撒野 没事赶紧滚回去吧 周虹则是在后面拍手鼓励 俗话说得好被逼急的狗会有 叶玉然伸手就想打燕福童 可在身高差面前你的行动是缓慢的 燕福童一把抓住 我可是选武剑 是被幽国不叶军重骑兵团的镇军大将 你若是打了我就是在跟不叶军作对 你可想好 说也说不过打也打 不过燕玉然被气得瞪大了眼睛 此情此景又又要是在场这积分 肯定又刷给又又 但又又其实也在另外一边刷着积分 叶痴灵一边被狼外婆查药一边抱着积分 经过又又这福尔摩斯的推断 照这样的速度用不了多久 20万积分就凑够了 一旦凑够20万积分后背上的铁钉就可以被抹去 被系统拔出来的钉子是不会减寿命 想想都觉得有点小开心 今天好不容易开心一回 来来来今天狼外婆给你好好上买药 看到没有你们就应该这样给她上药才对 就跟摸猪油一样很简单的 什么 我堂堂一个公主被你当成猪 嘿嘿 什么 你堂堂的公主是不是又皮啊 走 燕于然被俘将军这么一年 手腕上已经一片青子了 毕竟他们秀为差距过大 单独这身板都足够弄死燕于然了 我劝你既然来了领州 那你就在这老老实实的别整天老老害害 否则在这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燕于然也有点害怕 这里毕竟是领州不是京城 想杀掉他随随便便就能把他杀了 根本没人知道 燕于然此时不怂也得怂 燕于然咬着牙嘴角微微颤抖二皇姐说的是 可燕于然这次过来的真实目的是想见叶子将军 周峰也忘记提前写这句台词了 这有点难败 本想看周峰求情之缘可周峰却甩头不认人 你别看我 我也没想到你临场发挥吧 要是又又的话肯定会说 难办 那就别办了 但燕福童 得 还是办吧 叶老大公是繁忙抽不开身索 这吞吞吐吐的语气一下子就被燕于然抓到了 我知道他忙 但有些事他必须亲自来见我要不然他可人头不光 不是把这么严重吗 但从燕于然的表情上看好像真有这么严重 此时又又也忙完了插猪油的工作 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环节 又又这回是吃大瓜的家人们谁懂的 丁谷跟随叶将军这么多年都不知道 两人偷偷摸摸地跟个小偷一样生怕没听清楚 周虹眼看燕福童顶不住燕于然的问题马上收起纸桃走过来 近年来朝廷也是知道蛮族人越发猖狂 燕福童将军也在那场两千打两万人传得沸沸扬扬 而如今年至将近 叶将军也忙着给将士们分配军饷和物资 为了防止辽国的蛮族人突然袭击还修建了一些墙体以防万一 说实话其实叶将军在军队最近闲的整天和张老爷子喝茶烫头板 燕于然笑了笑 人就算再怎么忙也是有多余的时间 看来不必一把叶此事不会过来 燕于然口气十分强硬 都说眼皮子跳就是左击右凶 燕于然该不会真的抓到叶将军不可告人的把柄 在旁边的周虹也开始有点迷茫了 非非 右右表示躲在后面偷听一半都不觉得迷茫你们听权过程的迷茫什么 记得五年前妖怪闯入皇宫 而逃跑出来的燕于然那时就是在皇宫看到的叶慈将军 虽然是被叶将军的美貌给吸引 但同时又留了一个心眼 那可是皇后的寝宫 而叶慈大将军为何会出现在那种地方 在古代皇后的后宫男人进入了那就直接判死罪了 现在的燕于然就是想拿这个事情逼迫叶将军现身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 如若不然就招告天下 可在一旁的右右就很暂闷了 他们又没有监控器或者相机拍照 随随便便说在哪里见到谁谁谁就能立案这么随便了 嘿嘿那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就威胁燕吃灵说是燕于然打他的 然后让皇后讨厌他打他屁 思想纯洁的燕福童和周虹被燕于然这么一说直接被吓死了 因为要是被人知道叶大将军深更半夜跑到皇后请宫去待了一晚上 别说皇后会被打入冷宫 不说叶将军乃至整个不叶军都要遭殃 但要是右右在场的话肯定会说 听你巴拉那么久没有证据 你把监控录像调出来给我看看 老师你说你说 现在轮到我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在皇后的后花园 你该不会是去偷东西的吧 偷皇后的东西那也是死罪 脸为数年 可燕福童和周虹这两个笨蛋哪懂这些 被燕于然耍得不要不要 看到他俩这样子的反应表示很难 不出意外燕于然三天过后就能见到叶将军了 因为他们一定会去禀报给叶将军 要是叶将军真的赶过来的话 那这句话就被证实了 要是被证实那叶将军在军队的威严就不复存在 都说神圣不可侵犯 没有光的神明就会变得暗淡无光 失去原有的锋芒 告诉你们家叶茨 三天内我要见到他 如若不然第四天便会满城皆知 躲在后面的又又和边谷大哥一口同声 这女人好邪恶 伟达目的不择手段 不过小榜一 我们刚刚可是听到很劲爆的事 幸好我带你来了 要不然就错不好心 不过话又说回来 叶茨是真牛 认他做爸爸果然没看走也 在外面的又又幸灾乐火 可是在里面的艳福童将军都快疾疯了 深夜闯后宫外加跟皇后有染 那可是死罪了 这下是真诚 可又又在外面却觉得非常刺激 但艳福童一着急说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大 根本克制不住自己的大了 周红害怕走漏风声赶忙去关窗户 小心隔墙有耳 在外面的又又则表示 你就放心吧 那个耳是自己人没事的 周围的一切我都帮你们排查过了 绝对没问题 罗娜就好谢谢了 等等 小不点你怎么在这 你不应该是在给烟尺鳞上猪油药吗 嘿嘿我也就刚来不知道 爸爸表皇上带绿脑子的事 此时的周红反复是话的一样 你确定没听到刚来吗 周红第一次送出了人生中 第一次暴击积分加99 又又和边谷被强行带进来 边谷被安排坐下 又又直接就坐在了边谷的旁边 空气仿佛明镜 在又又面前说这些会不会不太好 但又又也都听到了 只能是先看看有没有解决之法 记得张瘸子也就是张老管家 说叶将军七岁徒手披衫 十岁叶闯后宫看来是真的 五年前叶茨闯后宫 那也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才十岁 现在才十五岁 又又算是终于明白 为什么喊叶茨做爸爸的时候了 他面具会那么黑了 我要是十五岁被喊做妈妈 侮辱我亲爱 别说摔的那么简单了 直接报扣绝对报扣 而周红是在录清利弊关系 十岁的叶老大为何要去后宫 去后宫想干什么呢 可周红在一旁就跟跳蚤上身一样 对啊对啊他去了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然来十岁能干什么 无非就是去玩沙砖泥巴了 咦又又的答诉 让燕茨童的脑子瞬间开了 没错没错十岁 能干嘛 周红则表示你们女孩子 思想都那么龌龊 还是喜欢把我们男孩子 想得那么龌龊 此时的燕茨童很想解释这个问题 但发现好像解释不清楚 该死的脑子好像又不够用了 又又则是在一旁发呆了好一会 五年前也就是鬼欲邪碎 狂潮爆发的时候 那年发生了很多事 燕茨童一夜步入玄武镜 燕茨铃刚刚出生 而我貌似还没来应该不关我们事 等等 我没记错的话五年前也辞十岁 那我不是认了一个 十五岁的小孩做爸爸吗